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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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有在擺在後頭 然後就正文在這裡 所以這本書不厚 但這本書很有意思 因為這本書的問題很大 要不是他是托爾幹寫的這本書 大概你的博士論文 或你的term paper 大概都會被老師罵到臭頭 所以有時候當大師的好處就是講 當大師呢 你寫得再爛的東西 人家都認為那是大師 或是大師年少輕狂之作 所以好歹還可以被原諒 你不是大師 你寫的東西就會被吹毛求疵 甚至人家連看都不看 吹毛求疵都不會 那這本書他一開始他就說 邏輯學家跟心理學家通常認為 分類的程序是簡單的天生的 至少受到個人能力的影響 人類對外在世界認知 有些人認為第一開始就是分類 如果在西方來看聖經 他上帝花了六天時間 照天到地 照人世的一切現象 那個呢就是分類的 很多跟分類有關 他說為了解答這些 人們為什麼將思想做如此分類 為什麼這樣做 他說我們必須研究 人類所做過最基本的分類 發現是他們有什麼樣的因素構成的 所以我們從人類的文化去追溯 它最當初的樣子 可以找到答案 這是它的看法 要找到答案 到底是追溯最當初的樣子 還是要追溯後來成熟的樣子 這有兩種不同的研究策略 圖爾幹的做法是追到最 我們已知的最當初 這當然不一定是人類的最當初 而頂多只能說我們現有研究的最當初 他認為從最當初看出最純粹的樣子 然後可以找到影響它的社會因素 那像馬克思這樣的人呢 他就是在資本論的後 至少第七章的研究裡面 就是要研究最成熟的樣子 就是不是最當初的樣子 他要研究資本主義當時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當時最成熟的樣子 可以看出整個制度的 或者社會因素的運作 所以這是完全兩套不同的策略 各位在寫文章 或者你看老師在做研究的時候 他選一個對象 有的人就會從這個 對象剛開始的時候 潮流還沒開始 或將要開始的時候 會從這裡 有人會研究一個已經消逝的對象 這樣子你的材料會比較完整 像歷史通常研究的是一個 比較完整的結束的現象 那正在發生的現象 通常不太會去研究 所以這個也跟這個有關 所以他為什麼要研究原始分類 然後當然你現在馬上想 那原始是什麼樣的原始 托爾幹在這個19世紀末期 20世紀初期 他能有什麼資料 來提供他原始的分類 這你要這樣想 所以呢他找到了 在當時托爾幹沒有做過任何經驗研究 他沒到過任何一個地方去 他做的都是文獻研究 所以他說澳大利亞分類系統 這他看書看來的 其他澳大利亞分類系統 也是他看書看來的 主尼族跟書族 這是美國的原住民 這也是看書看來的 中國的部分那更是看書看來的 所以在那個時候 光看書是能做學問的 現在看書也能做學問 也不是說不能 不過大部分的 至少在台灣的社會學 大概都會強調 你去做一下這個田野 這話以前只有人類學的說的 現在田野田野講了半天 社會學也講了非常多 民族制以前也只有人類學說 然後現在社會學好像不錯 民族制就好像也不是直性的研究 那當然除了量化的 或者是做這個量化研究的人 這都不是問題 量化研究現在問題比較大 是大數據的問題 要大數據 那抽樣怎麼辦的問題等等等等 有時候不需要大數據啊 抽樣就好啦 所以有很多研究方法上不同爭議 但不管在這裡 他就說有四種社會 這也可以對照他在社會學方法的規則裡面 說到的社會演化的形式 這些都是他認為的最原始的形式 最primitive的形式 所以叫原始分類 不是成熟的分類 你要這樣想 好那他澳大利亞的分類系統呢 他找到的研究有by moiety moiety是偶族 這兩個族變成一個 兩個族在一起才變 才是一個完整的族 他就看結婚的情況 這個marriage class A 會跟marriage class B 合起來 他們這是一母 一母是一種鴕鳥 現在是怎麼翻譯我忘掉了 你輸入一母 就出現一個圖片 在google上面 就是那種鳥 就叫一母 還有snake 蛇 cartepillia 這個是蛹 蝴蝶的原來的形式 像這個就是偶族 這兩個族會在一起通婚 這叫做moiety 法文也類似的東西 所以這個另外一個 A Plum跟B Plum 它就是kangaroo Cangaroo 是袋鼠 那Opposome Opposome 忘了查 Crow是烏鴉 所以以前這些圖騰 都是用這個 來代表某一個部落的人 都是圖騰 所以有人後來就根據這樣的知識說 原來龍大概就是中國人的圖騰 那不一定是真實東西 所以這是從有人類學的觀念以後 所以這是原始分類 這是原始分類的一種 那他還有講到像白令傑河的部落 這個昆士蘭馬開港的部落 還有昆士蘭中部 這都是別的人類學家去了以後 所寫的報告 他看了報告所做的東西 那我對這方面就一無所知了 只能告訴你說這些部落的分類 跟前面偶族的分類一樣 是個比較原始的分類 那這些分類通常是二分法 Moyeti就是偶族也是二分法 By clan or totem也是一個二分法這樣 然後講到這個鋼比耶山的部落也是一樣 新南威爾斯的 這都是澳大利亞的地方跟情況 你有興趣當然再去研究 沒有興趣大概知道一下就好 然後以圖騰 或者叫四級圖騰為基礎的分類 包括氏族的部分化 segmentation是圖騰的一個概念 在社會分工論裡面 他有講到這個機械分工跟有 機械連帶跟有機連帶 機械連帶其中一個特質就是 像這個蚯蚓的環節 這他叫環節動物我記得 你就把每一個部分切開都是一樣的 所以雖然有蚯蚓那麼長 但是每一個環節的那個很剖面 看起來都是一樣 那個叫segmentary society 所以他用這種部分 就雖然他分成不同部落 但每個部落看起來都是一樣的 有一點類似這樣的類比 這就是有機體類比的一個 因為當時最盛的是生物學 所以很多生物學支持 就拿來發展這個社會學的東西 還有他說有聯繫不斷的過渡階段 過渡階段通常都是連續的 有時候只是為了說得方便 好像你早上有一天早上請來 世界就完全不一樣了 沒有這一天的了 這是研究歷史的人可能會這樣講 但是實際過的話 每一天都跟前面一天跟後面一天 大概差不多的 自然環境太陽還是依然升起的 然後他說托洛瑞斯海峽的島嶼部落 這些就他有名字提到 那這些就是澳大利亞的系統 那好了講完澳大利亞系統 他這個有一個強調人類的文明的 一個統一性的問題 所以好我講完澳大利亞 那個在南半球 那我們來講講美國好了 美國的原始部落 這就是理論上他當時研究的 美國的白人已經登附了美洲大陸 在哥倫布之後 所以帶來了西方文明 也帶來了美毒 帶來了槍 帶來了殺死自己的人 這也是五月花號登陸以後 然後他們就慶祝了 現在一個我一直覺得很怪異的節日 叫感恩節 感恩節慶祝 因為他們那時候五月花號這些 這些新教徒登陸以後 沒東西吃就跟上帝祈禱 然後在他們眼中就出現了一隻火雞 然後就解救了他們 這感恩應該是感恩上帝了 沒有錯了 所以現在每年白宮 這也是我更不了解的地方 就要找一隻象徵性的一隻火雞 來赦免他 美國總統就會在那一天 美國總統就在白宮赦免的那隻火雞 那全世界其他的火雞 如果N隻火雞 N-1隻都在別人的餐桌上 只有這一隻不會在白宮的餐桌上 這叫感恩節 他阻尼族能將空間分成七個區域 配合七個方位 這個七是一個很奇怪的數字 為什麼七 譬如說他方位就北南西東 還有天頂跟天底 這顯然是一個3D的一個概念 還有一個中的概念 這裡一定要3D才能夠有 不然的話我們就東南西北中 連3D都比2D就可以了 那季節就怪了 對不對七個 那季節就是東夏春秋 然後春是在西方秋在東方 這是為什麼我也搞不清楚 然後這個配合是這樣子配 然後天頂呢沒有季節 天底也沒有 Xenis跟Nadir 然後中也沒有 要素呢不是也是四個嗎 風啊或者微風或空氣嗎 然後火嗎地水火風嗎 日本不是什麼那個 你看那個漫畫或看什麼也知道嗎 火啊水啊或者是施空氣啊土啊 種啊或者物啊 這是要素 Elements 組成這個自然的要素 中國八卦裡面有風啊有雨啊有雷啊有電啊 什麼之類的 生物 生物呢就這些時候 這大概都是當時容易看到的 火呢大概就是除了煙草玉米還有荒 這是動物對吧 熊啊野熊啊春草熊跟野熊 我們現在只知道這個熊本熊 跟那個那叫什麼台北那叫什麼熊戰對吧 都是要搞熊 我一直不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對熊那麼痴迷 熊很可愛是沒錯 還有小熊維尼 有鹿啊羚羊啊火雞啊 這當然到了美洲就慘了 老鷹天空啊這個就有七個青蛙或蠶蜀或響尾蛇啊 像我這個人呢對生物是非常不懂的啊就是青蛙啊魚啊就這樣啊 還要區分這是那個魚那這個魚我都佩服到不行 它金剛鸚鵡啊金剛鸚鵡這種拍了什麼片以後也很有名嘛啊 就像Nemo一樣啊就是這個一旦拍就拍成電影啊就很多人會會收養 到時候氣養啊 唉 那社會功能呢就代表力量東北邊代表力量破壞 南邊代表農業醫藥西邊代表和平打獵 東邊代表巫術宗教 這是怎麼分類我都搞不清楚啊 但是他做的這裡 然後顏色呢就北邊是黃的 南邊代表是紅色 然後西邊是藍色 東邊是白色 我覺得這有點隨機吧啊 這要怎麼解釋我也不知道 然後怎麼樹道顏色很多種顏色啊 大概有彩虹的概念可能 這裡有黑啊天底是黑 然後這個中間是綜合色啊 這是分類系統 這分類系統很像中國的五行分類啊 這個奧馬哈是美國的啊 蘇主這念蘇啊 介於澳大利亞的系統跟阻尼系統之間 它是兩大系統之間 就它分類的方式啊 開始稍微複雜 但是沒有那麼複雜啊 跟這三個比起來 所以它是中間型的 還有依氏族的分類事物的原則 依照氏族來分類事物 我們通常都說啊 氏族可能是仿造的自然 脫衣概來講 他人家就要稱它為sociologism 就是它社會學中心主義 什麼東西都是先有社會才有後面 先有一個氏族 氏族是社會 然後分類原則就根據這個氏族來的 所感非常強調這個 那有一些英國人類學家啊 像Mary Douglas 他們也跟著圖爾幹這個 就認為社會才是第一個 我們思考的原則 而不是自然啊 還有系統的區域觀念就在形成啊 這是講到主你主 那分類開始有進展啦 以氏族跟圖騰啊 然後那個部落的次級團結 在空間上分佈呢 都是根據他們的親屬關係 跟他社會功能同意 然後在空間上有分佈 我們大部分人不是這樣想的啊 可能因為那地方的水土啊 是自然界讓你對於分工 社會的分佈有關係 那邊有水啊 那邊有山啊 所以你就住在那裡啊 或者怎麼樣 而不是說啊 這個因為你跟那個主要部落的關係 那第一個部落 他怎麼來決定自己在哪裡呢 所以我很懷疑圖爾幹這個說法 但是圖爾幹說的很有道理 好 最後中國 中國我們當然就比較熟悉了 相對而言 好 為什麼要選中國呢 因為中國的天文啊 戰星啊 風水啊 戰卜星什麼都最完備 這點大概沒有錯的 尤其當時他所指導的 第二他是遠東的代表 遠東這個概念 你就要從地中海的中心史觀來看 地中海中心觀以 地中海為主啊 往東邊 近一點東邊 叫近東 Near East 近東是哪裡呢 就我們現在所謂的中東 就地中海沿岸的東邊 然後再往北邊一點 再往東邊一點走 近東再遠一點 叫中東 就印度啊這些地方 然後我們呢 再往遠邊走 那我們台灣啦 大陸啦 中國啦 台灣啦這些 這一塊就叫遠東 Far East 這一直在二次大戰的時候 這種分類法還是有用 所以呢 那時候的蔣介石委員長率頂 是遠東戰區的最高總司令 叫 Generalissimo Chang Kai-shek 所以遠東這概念一直到呢 後來當然以美國為中心 開始我們就是東亞 而不是有時候叫亞洲有時候叫東亞 幾乎都不叫遠東了 所以這是一個時代的稱呼 也跟這個時代以哪裡為中心 或世界中心的轉移 有點關係 從歐洲為主的 就地中海文明為主的 一直轉 就轉到了美國 這是分類不一樣 然後現在中國崛起 好像要以中國為主 開始要一帶一路 要吸進他們 然後台灣也以台灣為主 要有南向政策 所以這個地圖 都畫的跟以前不一樣 這個也是有個主體性的感覺 然後中國雖然跟前面所提到 分類似這種沒有歷史關聯 但是很不可能說 不說他們是基於東亞原則 它這裡要證明 雖然這個因為在當時 有些文明之間是為什麼有它的相似性 或者有它的相異性 說法就是有同元說 都來自同一個根源 但是因為文化後來轉變 造成他們的差異 那有一些除同元說以外 補充的說法就是傳播論 就這個地方的文明 透過了商旅 透過了其他人的那個 征伐打仗 就帶到了其他的文明去了 因為你想在歐亞大陸 原來是一塊的 美洲大陸其實 從北美到南美也是一塊的 除非中間的那個巴拿媽海峽以外 但是如果要接起來 它可以跟白令海峽那裡 可以跟歐亞大陸接起來 所以現在大部分人 為了擺脫美國中心主義 開始稱Euro Asia 因為歐亞整個 這個大陸是continental的意思 是地理上是一塊的 所以你可以從上海做火車 一直通到 倫敦 英國 尤其那個海峽過去 撇開政治問題不談 如果是技術上 也可以從台灣 做火車到倫敦 因為那是海底隧道 對於現在工程技術來講 不是問題 現在問題比較大 是政治問題 所以也許在各位有生之年 可以看到這個 你可以從台灣做火車到英國去 現在你從上海做火車到歐洲 已經不是夢想了 以前是要走西伯利亞大鐵路 因為那太冷 而且還會發生謀殺案 萬一 電影上有演 對吧 那多忙快 所以這是 那麼常 中有些人耐不住就會殺人 這人 人性很壞的地方 不然你想啊 坐火車坐七天七夜 我們現在很難想像這種 因為我們的距離觀念不一樣 以前人到美國留學 從上海上船 大概要在船上待一個月 所以有人就在船上談戀愛了 上船的時候不認識 下船就變夫妻了 那船長有權力證婚啊 因為待的時間太長 又沒地方可以去 懂嗎 你也不像海豚一樣 我就到這個船游一圈吧 每天游兩圈 然後到了美國我就瘦身了 也不可能這樣 對吧 所以這個 如果有七天七夜在這個火車上 那火車顯然要有一些像 遊艇 遊船 遊輪一樣的設施 也要賭博的 也要吃的 也要割武器 不然的話那怎麼過 當然這中間還得必須 經過中亞的地方 至少要和平 沒有戰爭 不然的話 到時候出現這種搶匪 那個電影也拍不完 像以前美國西部片 就火車走到一半 然後沒有人 然後就 就來了 我們小時候都看這種西部片 總而言之 中國雖然跟地方都不相連 跟剛剛前面 都應該不是靠著傳播的影響 那就是 東海有聖人出 慈心同 西海有聖人出 慈心同 就是人類都會這樣發展的 這是 講這句話的原因 所以雖然跟他們都沒有歷史關聯 但是為什麼還 他們的分類原則是很相似的 然後這裡我們就必須注意一下 就是每個人講話 你都得注意一下 他講話的根據是什麼 他這邊也引到了幾本書 就是當時的 外國人在中國生活的人寫的一些書 或者翻譯的東西 這個 《Used to Doolittle》的《Social Life of Chinese》 現在都有中藝本 這個人好像叫盧光明 還有一個中文名字 聽起來非常中文 叫盧光明 你輸入這Doolittle你就知道 當然這個Doolittle也是那個 會跟野獸講話的那個 那叫什麼 杜利德醫師 對吧 那也叫Doolittle 所以這個 姓Doolittle的人 顯然不要跟他共識 因為他叫Doolittle 做得很少 Doolittle 那另外這個Digrew 是一個荷蘭人 他很有名的書是 《Religious Systems of China》 總共六句冊 台灣的南天 曾經印過這本書 James Legge 這中文名叫李雅各 李是道理的李 雅各就是雅各約伯那種雅各 翻譯的《易經》 他翻譯了中國的四書五經 那個書南天也印過 我以前買過 這是1960年代左右 這是82年的《易經》的翻譯 然後現在還有別的英文翻譯了 那個Samuel Wells Williams 這個人的名字非常有意思 這個人叫衛三衛 衛呢是後衛 前鋒後衛那個衛 衛生的衛 三衛呢 就君子有三衛 望之眼燃集之眼文聽之眼力 不是 為大人之眼什麼的 那三衛 一二三二三 另外一個衛是巨怕那個衛 他的書叫 The Middle Kingdom 中國 1899年的書 然後Earnest Young Kingdom of the Yellow World 黃袍的國家 這是托爾幹跟Moss 當時參考的書 然後基本上還是以參考 原文為主 其實法國有非常強的 跟這個深厚的漢學基礎 我不知道是因為翻譯者 翻譯的時候 為了英文讀者的方便 所以把這些書都那個了 因為這看起來有些書是英文書 有些應該不是法文的 好 那中國的那個方位 顏色跟動物是有關係的 譬如說我們大家 現在人也都知道 東方昌龍 就畫一隻龍 對吧 昌是青色 或有時候是綠色 因為講青色 有時候不太確定是藍色還是綠色 南方是朱雀 朱是紅色 雀是一個鳥類 琴類 西方白虎 對吧 白色又是一隻虎 好像是孟加拉虎 還是什麼虎 是白色 還是東北虎 我忘了 北方玄武 玄是黑的 玄是黑的 然後這武呢 是烏龜的意思 所以有這個中國歷史上 唐朝著名的玄武門之變 就是在北面的門 這個很那個 可是沒有白虎門之變 也沒有朱雀門之變 也沒有蒼龍門之變 這我覺得很奇特 另外還有一首詩很有名的 你到南京都會 人家都會背這首詩給你聽 朱雀橋邊野草花 朱雀橋在南邊 懂嗎 這是一個象征的 朱一巷口 夕陽霞 就是在那個南京福祉廟那裡 好 那中國的四巷 東南西北八卦 五行五星四十 十二節氣二十二十 中國以前的一個十 涵蓋兩個小時 叫十成 然後第一個小時叫出 第二個小時叫什麼東西的 正好像還叫什麼 我們現在都不這樣記 所以中國以前的最小的單位 是十五分鐘叫一刻 在十五分鐘以下 就沒有記住單位了 後來才有西洋中進來 才開始有分啊 有秒啊 像這樣的概念 你如果現在是運動的話 秒下面還有兩位數 對吧 那個什麼 一百公尺的什麼世界紀錄 是多少多少多少這樣的 二十四節氣 十天干 十二地支 十二生效 這是經常用來 你幾乎都知道的 大概在中華文化影響之下 沒有人不知道 他認為原始非類是第一個科學分類 當然這個有很多人 那根本就不科學啊 只要你廣義來講 有系統的認識一個知識 有系統的認識一個知識 有系統就算是科學 簡單講 所以兩者是連續的 相同點呢 就具有層級觀念的系統 這有層級觀 System Hierarchicized Notions 都不是要促使行動 而是要了解事物之間的關係 以連接概念 整合現有的知識 除以來來說 這就是科學的 而且構成了第一個自然哲學 Philosophy of Nature 或者Natural Philosophy 在歐洲文藝復興時代 Natural Philosophy 就等同於我們現在 所想要知道的科學 Natural Sciences 可以等同 但不完全是一致的 好 這跟所謂的科技分類是有差別的 他自己也有講 這個字 N1就是第一個角柱 這個特別注意一下 就第81頁第一個角柱 有的就把這個鬥點去掉 就81N1 就是第81頁的第一個角柱 然後另外他講到自然與社 剛剛我們講到叫社會中心主義 Social Centrism 或者有時候叫Sociologism 他說自然的第一個角柱 不是個人 而是社會 被課題化的正是社會 而不是人 這點是一個他的基本的假設 或他基本信念 這不能懷疑的 Turrigan就是以社會為第一個那個 所以在Turrigan的思想裡面 其實後面我們都會講到 其他的社會 就等於道德 就等於宗教 這是三位一體的 然後從佛羅伊德來看 這個宗教基本上就是你爸爸 就是一個戀父情節 所以你為什麼社會有宗教 然後宗教的形式 基本上是一個父權的形式 為什麼那些上帝怎麼樣聽起來 都是一個男人 而不是一個女人的形象 照道理如果是超自然界 不應該還有性別的 他們應該是超越性別的 那這性別是怎麼轉換 你知道這個印度的菩薩 特別是觀世音菩薩還是什麼 原來說是男的 在宋朝以前 後來到宋朝以後 中國人覺得觀世音菩薩 那種慈悲為懷 大概比較適合女性氣質 後來菩薩就變成女的了 所以這個原來是在形象上面 是個男性的裝扮 就變成女的 當然你從這個 它是超自然的存在來講 或者它更不存在來講 它雖然是女 根本就不重要 但是就那種慈悲為懷的形象 另外一個呢 觀念叫集體心靈 這集體心靈 各位還記得在 Mark Schiller 的時候 好像講到過 collective mind 跟這個collective soul 是不是 還是group mind group soul 這有點類似 它正是集體心靈的狀態 產生了這些團體 有一個集體心靈 這種東西 而這些狀態 在外顯上是情感的 事物之間 人跟人一樣 都有著情感的親近性 就叫sentimental affinity 正因為這些親近性的不同 而有不同的分類 所以這裡面強調那個分類 是有它具有重要的情感性 那我們後來的社會學的研究 大部分都只強調理性的部分 很少強調這個情感 所以是有點可惜的 然後事物呢 因為他們對團體情術 這個sentiment 這個字有一點特別 因為這個字的一個好處是 它英文跟法文的形式是一模一樣 意義略有不同 你現在講sentimental 就是這個人有一點濫情 在二世紀初期的中國文學家 是誰啊 徐志摩還是郁達夫啊 就好像有人翻成sentimental 什麼之類的 就是sentimental 把它翻成很濫 一般就翻成濫情 有的就音譯是翻成那樣 那法文的sentiment 從一個字念法不一樣 就稍微不一樣 情術通常是指道德裡面 或情感裡面比較高超的部分 比較合乎社會要求的部分 那對團體的情術不同 影響到他們本質 而且會因社會而異 這強烈的重點都在這裡 如果是馬克思 大概就是音樂生產方式 或生產工具而已 他只因社會而異 那社會具體是什麼 如果社會是從馬克思觀點來看 是一群社會關係的整合 或者是一個經濟基礎的總和 那好像差別也不大 如果真要說 好像也沒那麼嚴重的差別 所以概念的情感價值 在思想的分合中 扮演著幾位重要的角色 這是概念的情感價值 不是概念 是概念的情感價值 所以分類的時候 是以它的情感價值為主 另外呢 概念是一群可以加以決定的東西 它的範圍可以很精確地加以劃定 相反的情感呢 卻在本質上是流動的 跟不一致的 它的影響超過了奇點甚遠 擴及其他的周圍的事物 所以很難斷定它的宣傳力 在何時停止 這就講到概念 跟這個情感的這個差別 然後情感呢 在本質上很難加以分析 最近才 社會學界大概 近十年二十年 才開始有情感社會學 Sociology of Emotion 以前沒有 所以以前的社會學 看就聽起來比較枯燥 不太覺得情感 在社會生活中的重要性 甚至有些科學家認為 不要情感 才是人類的最高極致表現 結果當然發現 不要情感 那基本上就是AI 跟AI差別在哪 人如果沒有了情感 還不如AI 因為AI的知識 它能夠記載的地方 真的比你多 人要是沒有情感 沒有創造力 人的特質就不見了 所以你要維持人的特質 如果AI繼續發展 那你大概就能在情感上面 跟在這個創造力方面 這是人還可以保留 如果連AI都有創造力 聽說AI可以畫畫 可以幹嘛 如果連AI都可以有創造力 AI可以組合什麼的話 那人還剩下什麼 情感 那萬一AI也有情感 那人還剩下什麼 我真的就是說 被插一根棍子拿去當 還好AI不用吃東西 不用上廁所 這是那個美麗的世界裡面 不會有臭味的地方 只有我們這些臭人類 那人類好臭 不過他們應該沒有嗅覺 好 所以這個當地 具有集體起源的時候 就很難加以批判的 以及理性的加以分析 所以大家以前 對情感的看法 都認為情感會 讓理智失去作用 沒想到情感 其實你創造力 有很多要有情感在裡面 有時候人家問我說 什麼樣的適合念書 我說就是要有那種熱情 熱情不滅的人 就適合念書 適合教書 不然的話 教書是一個很挫折的過程 因為你念了半天 不一定懂 第一個 第二個 你覺得你懂了 你要教給別人 別人不一定聽 另外社會壓力跟個人思考 團體對於成員的壓力 使得個人無法自由自在判斷 社會本身所應付的概念 以及社會對個人人格的影響 很多時候呢 你的想法 其實是社會給你的想法 你的想法 其實是意識形態 不是你想的 尤其在網路 很多意見 網路上 你是網路上意見 你自己本身沒有培養意見 像我自己在念大學之前 或在台灣 基本上我覺得 我功課就算再好 我很難覺得有自己的想法 雖然老師都說 要培養獨立思想能力 當時又是戒嚴時期 所以這講的都是白講 因為講的你也不知道 什麼叫做自由的思想 大陸的學者 這句話很重要 叫獨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 很重要 到美國你可以感受到 在台灣感受不到 回來現在當然比較好一點 因為戒嚴了以後 是比較好一點 但是你還是看到很多人講法 其實是識外國人啞會啊 你多讀一點書 你就知道這個人也沒什麼想法 你看一般的教科書 都是講別人講的 也有這個階段 我也有這個階段 不是說只有別人有 我沒有 所以你要有創意 真的是不太容易的事情 你創意還要被你周圍的人接受 那是更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這個社會對影響就在這裡 各位如果要做一件 違反社會習俗一般概念的事情 也要受到很大的壓力 這都是一樣的 這些constructs 所謂建構 對個人而言是神聖的 因此歸根結底來說 我一直很在乎歸根結底這句話 因為從恩格斯講了以後 那什麼時候是歸根結底呢 什麼時候是那個最後呢 好 科學分裂的歷史 就組成社會感情 它叫social affectivity 這個字你去找老外 一般老外也不懂這個字了 所以你不要說這個字是個什麼很奇怪 但這個字實在是沒辦法的辦法 ifact是個情感 但ifact有時候也可以當動詞用 所以你要把它名詞化 只好加上這個東西 那這個呢是情感 你說可以用emotion 叫social emotion 也有人用 但是有人覺得 我要用一個沒人用過的字 叫社會情感 社會情感的因素 逐漸衰弱的階段歷史 使得個人的反省思考更多的空間 所以他認為科學歷史是 你社會情感越來越少 其實應該講說 非理性的思想越來越少 社會情感未必是壞事 Fraser Fraser是一個人類學家 寫過金之或者叫金之篇 收集了很多這種各地方的民俗的故事 這James Fraser Fraser認為 似乎認為 似乎認為這就是關鍵在似乎 因為有時候你記不太清楚 你用似乎兩個字可以有免責權 說老師你記錯了 Fraser沒這樣 哦這樣啊 那就要記錯了 你假如說Fraser認為 那你就講他有啊 人家說有啊在哪裡啊 不是馬克思也幹過嗎 黑格爾在一個什麼地方說過 什麼地方啊 那個蘇東坡也幹過啊 考卷的時候寫了一個典故 改考卷老師沒聽過啊 寶都師說沒聽過 你那典故哪裡來的啊 所以蘇東坡講了一句話很有名 前者替后者 前者就是社会关系 替事物间逻辑关系为解 大部分都认为 有个逻辑关系才有事物关系 它不是 是先有事物之间的关系以后 人的社会关系才决定了逻辑关系 这跟我们一般的想法是颠倒的 社会不仅仅只是一个 分类思想所遵循的模型而已 不仅仅正是社会本身的区分 被当成是分类系统区分 这是它的最伟大的发现 也是最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发现 那这社会怎么来的 社会就鲜艳的 先于你经验的 这你想要不必想 这是它的假设 懂吗 你要相信土耳干 就知道社会是第一的 其他没有了 不是上帝 是社会 社会就是道德 道德就是宗教 OK三位一体了 就这样 你就可以从这里开始 你要一直卡在这里 你就不能了解土耳干了 懂吗 第一种事物是人的分类 正因为人被分类 所以从团体的形式来看待自己 所以在思想上 他们对其他事物的分分别类 在一开始的时候 这两种分类是很难区分的 社会学里面 在很早的时候就发现了 有所we group跟they group 就我群跟他群的问题 这个小孩一生下来 你问问他 学到不久 马上也被教到 我们跟他们是不一样的人 所以这我们你们 这个字马上就学到了 每个你学每个语言 大概都要学你我他 你们我们他们 大概都要学这种东西 不仅是同类的外在形式 而且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都有社会的起源 说半天就这个观念 所有的起源都有社会因素 而且都是跟着那个社会关系来的 逻辑层级 只是社会层级的另一个面向 而知识的整合 正是整体的整合 扩及整个宇宙 这话都空话 因为没有什么太多证据 就是你要想 抽象的思想 像时间跟空间 在历史的每一个点上 都和相对应的社会组织 有密切关系 时间空间不是一个 独立社会组织之外 这跟康德的想法 跟亚里斯多的想法 是完全违反的 亚里斯多认为 这些范畴是没有 是剩下来就有的 就是你的 就叫什么 你买了手机 就有负载里面的软体 就这种东西 你要认为 这是你外加的app 你还得加钱 那个就是后代的 但不是 所以你要这样子想 同样的方法 可以了解其他思想 例如原因啊 本质跟不同的推理方法 如何形成 所以这个在我们现在看来 有时候不是太精彩 这里面是 对于西方思想的 特别是哲学思想的 一大反动 你怎么敢讲这话 不是这样 所以社会学在这里 他就觉得 我们社会学 真的有它的独特存在性 用了一个拉丁文 叫sue generis 就是独特性 或者它的特殊的地方 或自成一格 这个sue generis就这样 所以社会是一个特殊的单位 特殊的存在 那个不是组成的个体 所以可以 可以化学成组成的 不能这样 所以他这个叫做方法权上集体主义 他跟那个spenser说法 又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很多不一样 所以当时要 这个很多不一样 当然就可以有个鲜明的旗帜 但是你说要跟 别人就很难认同你 这就是图尔干认为 社会学有存在的理由在这里 社会学不能跟心理学没关系 在这里 这图尔干 好 对此书的主要批评 通常是那个意者的批评 所以就告诉你 怎么批评别人 还有被批评了半天 不要觉得很难过 有的时候人家要批评你 表示你还值得批评 好 方法上呢 他们举了很多例子 缺乏社会形式跟分类形式的呼应 就你可以拿指质毛工 指质盾了 我们自己写文章也是这样 然后pp文章一样 你的例子跟你 就你的证据跟你的利润之间 你的argument之间 是不是贴合的 不贴合 那你这证据当然就不成立 你的例子也是白举 简单讲 第二没有考虑到共辩 共辩这东西呢 其实是在 John Stamil的 Systemology里面有 Turrigan在 社会学方法的规则里面 也有提到这个共辩的因素 这共辩就是后来的这个 相关因素的一个前导 跟后来的回归分析啊 什么什么 统计里面是相关的 就是因果分析了 两个变相和变量之间的关系 然后还忽略了反变证据 大部分 你只要把这个忽略反变证据 认真看一下 大部分研究 全部忽略反变证据 所有的包括 纯粹的历史研究 还有那个 都尽量忽略反变证据 很多人看到好朋友都说 这是例外 这例外 我们不要考虑例外 所以你就可以 一个眼睛就这样过 因为不然有个例外 你在那儿就很麻烦 你做统计还好啦 百分之八十几 少一个百分之八十 二点四 降成百分之八十 还OK啦 如果有一个考虑例外 你就不成立了怎么办 就像选举少了一票 你就没选上怎么办 我觉得有时候 有这种奇怪的 那当然有些人忽略 是因为他不知道 有些人是知道不用 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 这人家没有考虑到 而且忽略 他怎么知道 图尔干忽略反变证据 你后来的人 可能看到东西比他多 所以你觉得 你会看到反变证据 那除非图尔干 我们刚刚讲的 譬如举例来讲 中国那些 中国那些东西 有些讲法 跟图尔干是不一样 那他当然服务有反变证据 你为什么看一本书 只看到正面 没看到反变证据 如果你要说另外一本书 他没看到 那你怎么能讲 他没看到 他可能真的不知道啊 我们现在资讯那么方便 偶尔有些事情 我还不知道 像我以前 教图尔干有一次 说出了一本新书 还出了五年 一个新译本 我竟然不知道 然后写自杀论 才发现 有一个新译本 也是一个 有时候太吹毛求疵 第三个是说 假定在某一个时间 某一个社会 只采行一种分类方式 这种假定 那这个假定有什么错呢 如果那社会 很多长时间 没有什么太大改变 这个有什么错呢 还有他们在 什么方法上 不举证 这是比较大的问题 就自由心证 或者他觉得 他讲的就 所以不举证的事情 很多就是一个信仰的问题 不是一个真实的问题 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 很多人讲话也是 日常生活讲话 当然不必举证了 那把人怎么讲下去呢 但在做学问 很多地方不举证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接下来最后一个 他说 认为思想的情感价值 是分类中最重要的特质 可是在证文中 都没提到 在结尾中略微提到 那这个叫做研究限制 或者未来研究方向 现在很多人讲 这不是什么坏事啊 就是我们这篇研究 这是一篇文章 我们这篇研究发现 其实情感价值很重要 也许我们在下篇 或者其他有兴趣的人 可以遵循这个去发展 我觉得这不是 方法上的一大问题啊 就你研究完了你才知道 而不是你一知道的时候 你明明知道很重要 然后你不去研究 那这问题会很大 还有两个批评 社会跟符相分类 这符相我是翻译 symbol或symbolic 因为符号跟相 这两个字可以翻在一起 中文有这个方便性 社会跟符相分类 之间的英国关系 没有逻辑上的必然关系 可是他就认为 这是他的信念嘛 社会关系就影响到 后来的逻辑关系嘛 你说并没有 那没有他要主张有嘛 尤其他那时候是要强调 社会学独特性 你如果连这独特性都没有了 那社会学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嘛 所以有时候是为了这抗争 或者为了声明自己存在的 这种理由嘛 声明要研究集体表征 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 这个是土耳干很重要 一般人认为他很重要的观念 我就一直在找 那这观念出现在哪里 这观念常常出现在 别人对他的批评里 而不出现他本自己的书里面 这就有趣了吧 这集体表征 什么叫集体表征 我刚刚都没有引到 集体表征这话嘛 在其他地方就有 那后来这句话 就常常被认为 是土耳干的一个重要的观念 集体表征 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 就是一个社会怎么样 把一个东西再重新再现 representation又有再现的意思 the real就是再的意思 presentation再呈现出来 实际上是研究了一种 人类思想的能力 并没有区分两者的关系 这是批评 营重资料经常有误 译者Rodney Needham指出了 至少不少于几处 这里应该有个空格 书面上的错误 几处不少于几处 这里五处是作者出错 要不然他的外省没做好 12处出名出错 然后还有15处年代有误 还有37处夜马有误 这都不得了的做法 郑文至少12处以上 人名地名事物名有误 有许多地方 我找出了18个地方 影柱有误这样 这是我找出来的 我现在已经不记得怎么找了 但是当初竟然有找出来的 这也是一个读书 至少当时认真过 还有社会学研究中第一本论集 人类思想跟社会生活基本重要性 这是他的贡献 所以一本书有那么多被批评的地方 有一个主要贡献 这就变成他的一个 其实他合著的了 一个重要的 第二本书叫宗教生活基本形式 或者是翻成初级形式 就在这个Almonta这个字的翻译的问题 他也一样 他要研究实际上 人类所知最原始跟最简单的宗教 跟那原始分类一样 然后对他进行分析 提出一个解释 当一个宗教系统 他就名叫宗教系统 Restream religion 或者religious system 符合下面两个条件 就说他是最原始的宗教 第一 他应该建议组织 最简单的社会中 就他前面研究这些 澳大利亚的团体 是他经常使用 其次不必借用 以前宗教任何成分 不可以解释 这个宗教系统 就在他之前 我们现在已知的 没有其他在他前面 这就是原始宗教 其实我们现在不定义 大家也清楚 还有社会学 并非只是 并非只是 只在仅仅了解 跟重建 以逝去的文明形式 那我们的目标 就像美门实证科学一样 实证科学是 孔德的概念 所以你不研究孔德 他为什么忽然间 讲实证科学 所以只在解释 我们身旁的 某些现存的实在 这实在就是reality 这个字 这是法文 reality actual 因而即是 能影响我们观念 跟行为的实在 所以这个实在可以影响行为 跟观念 所以这个实在跟 某种程度 这三个东西 听起来跟 Pareto的东西有点像 ABC那三个东西 那也可以跟 马克思的东西有点像 如果实在是所谓的经济基础 然后这个行为 我就不讲了 观念不就上层建筑吗 所以你觉得有很大差别吗 所以实在是什么 这个reality到底是什么 然后这个实在呢 就是人类 说哦 是人类 所以也不是经济 更确实 它叫做lone吗 这是整个人类 这整体的概念 更确实说 是今天的人类 因为没有什么比这个 更使我们 更想好好的了解 这话说的 所以我们之所以把它 就是古老宗教 作为研究的课题 或者应该叫原始宗教 是因为它似乎能比别的宗教 更能使我们理解 人类宗教本性 就它为什么往前找 就找到那种纯粹的东西 似乎能向我们展示 人性的基本跟永久的面向 这是前面的面向 他说社会学有一个基本前提 是人类的制度 不可能建立在 谬建或谎言的基础之上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呢 所有的人类的制度 全部都建立在信任之上 我的知识社会 诈骗社会学开头 也要是土耳干式的 因为你只有靠着大家的信赖 你才能建立一个社会 然后只有靠着信赖 才能够成立诈骗 如果是一个大家 谁不相信谁的社会 不可能有诈骗 因为我不相信你 你怎么骗了我呢 你打电话来 我觉得就挂 甚至需要电话干嘛呢 我们就老死不相往来 所以根本就没有被诈骗的任何可能 所以很矛盾 人类因为信任 所以组成团体 然后因为有信任 所以才会被诈骗 可是你又不能不信任 所以如何信任又不被诈骗 这就是这门课要研究的东西 可能答案你自己已经有了 但我的想法会不太一样 好 没有这个前提 社会学就不可能存在 所以这是一个人类社会 组成的一个重要因素 其实就是信任 不要小看这个 你从两人谈恋爱的关系是这样 你为什么要跟那个人谈恋爱 因为你相信他会爱你 你不相信他爱你 根本不会去跟他谈恋爱的 不管他多帅多什么 不可能嘛 对吧 或者你会跟一个 要骗你的人谈恋爱吗 你会跟一个骗你的人生活吗 我想这个对外遇的不能容忍 很多对于是因为你骗过我 所以各位不要小看欺骗这件事情 欺骗这种事情有时候对我们最亲爱的人 你就好一辈子不要用这种事情 你用了这种事情以后 世界上还有什么人制止 不能骗的 好 没有这个前提 社会学不存在 如果社会学不以事物的本质 这句话经常在很多当时的书看到 什么叫事物的本质 唯一根据的话 那么就会在事物面前遭到绝对克服不了的阻力 听起来这事物非常的倔强 你不看我的本质吗 你不看我的本质我就不跟你来往 我就抗虑你 所以我们在着手研究原始宗教的时候 我确信是他们与实在相联系 这实在就刚刚讲的现实 是表达了实在的 实在的 reality那个字 这个原则在下文中讨论 实际上没有一个宗教是虚假的 这句话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宗教没有假的吗 难道真有上帝吗 不是这个问题 因为一切宗教在自己方上都是真实的 这个跟社会学的一个很早的发现 这个美国人的发现 WI Thomas 这个Robert Merton说的叫 Thomas Theorem 就汤马斯定理 不是开火车的 不是那火车头 汤马斯 汤马斯定理就是说 假如你建立一个情境是真的 这个情境就会有真的效果 你走进一个地方 他告诉你 这地方鬼屋 No鬼屋 你马上就觉得毛毛的 就不是这样吗 然后没有告诉你 这地方是皇上住过的 怎么样 你就觉得 这地方福利堂皇 所以他说 自己方式是真实 是这样 他们以不同的方式 对人类生存环境做出反应 是宗教是这样 很多研究宗教社会学人 经常被问到 老师你信教吗 说信或不信 你信的不会对于你自己的宗教 比较那个 对别人宗教的那个吗 有些宗教 信教人确实有这个问题 如果有机会去看 有一本书叫 比较宗教学 是北投法古山的圣言法师 生前所写的 他对于其他宗教的态度 就没有那么的客观 也不是说不好 就没有那么客观 因为他自己是佛教徒 那也不是说 你没有宗教信仰 对所有宗教就客观 有时候你可能谁也看不上 你可能觉得这些人都傻呀 信教啊 如果是无神论的话 那很强烈的无神论 那你都觉得这些人都被骗了 都是一致形态啊 所以你有什么立场 有时候不是信跟不信的问题 而是到底你有没有对于一个 不一样立场的一个尊敬的问题 可能是这个 然后我们回到原始宗教 不是要贬低一般的宗教 而是因为原始宗教 跟其他宗教同样的体面 这句话对于我们这种人听来是OK的 因为我们对宗教的信不是那么强烈 在那个以基督宗教为国教的国家 这句话讲的 你说原来人家跟我们是一样啊 你把那些原始部落讲成跟我们一样 你是在讽刺谁 你是在侮辱谁啊 所以他不知道说 我们研究者是把它视为一样 因为他们体现了同样的需求 那原始部落也有原始部落的需求 我们现在还是现在的需求 扮演了同样的角色 这以前早期的法文字 这个字是法文字 上面有这个道的V的符号 在早期英文的脉络里面 也都一直写 写Row的时候也是这样写 大家二十大战以后 这个上面的符号才去掉 所以它变成一个道道地道的英文字 就写Row 就没有这个音符 取决于同样的原因 cause 同时也能很好地展现 宗教生活的本质 因而能解决我们所要研究的问题 所以这里强调原因 这是从亚里士多德一路以下来的 然后但是为什么要对原始中特别注意呢 为什么要选择他们 而不是其他一切宗教中研究课题呢 这仅仅是方法学上的原因 然后你要研究原始宗教 是要研究什么 为什么不研究比较成熟的宗教 对他们来讲 基督宗教啊 因为是一神论啊 你要研究那种多神论干什么呢 在以前的 在那个时代的比较宗教学里面 认为多神论是个落后的象征 才慢慢进到一神论 你只要回忆一下 孔德对于这个社会进化看法 刚开始是多神论阶段 后来慢慢进到一神论阶段 所以那是当时很多学者 特别是宗教学者的看法 所以很多人也会认为 基督宗教是一神的 犹太教是一神的 伊斯兰教一神的 这些在西方文明史上 都是重要宗教 是一个比较高级的宗教 其他的什么二神论 拜火教 或者更多的这种乱七八糟神论 那都是落后民族 更落后是那种无神论 像中国到底是属于多神论 还是无神论 就很困扰这个西方人 不太知道 所以你要是中国的基督徒 他可以知道 他可以了解你 你要是中国佛教徒 他就非常困扰 你这个没有灵魂的肉体 对于近代的宗教来讲 我们除非能追溯它们 在历史上逐步形成方式 否则就无法了解它们 实际上历史分析是可以适用在它们 适用于它们的唯一解释方式 是要用历史分析 只有它能够把 能够使我们把每一个制度 每一个组成过程 因为它向我们展示 这个组成因素 如何在时间过程中相继形成 另外一方面历史分析法 把一个制度的每一个组成因素 置于诞生它的整个情况之中 这给予我们确定 这些组成因素的产生原因 这唯一手段 所以你要从历史的发展来看 就可以看出组成宗教的 在最当初是什么样 后来又怎么样演变 先讲结论 所以本书的总结论是 宗教乃是显著的社会性的事物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这是它原来 确实是事物 emnement 所谓社会显著的事物 什么叫社会显著事物 显著社会性的事物 宗教表象 刚刚讲的representation 这个法文就多了一个符号 摆在前面 是表达集体实在的 集体表象在这里出现 所以宗教是一种集体表象 所以有人认为 那其实集体表象 用马克思语言来讲 那它就是一种意识形态 是集体表象 不要忘了 托尔干强调集体 所以是集体表象 不是个别表象 它的社会学也都是集体的 那这集体就是社会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宗教 集体 社会基本上是同样意思 仪式呢 宗教仪式是产生于 集合群体中的行为形式 注定要激发维持或重新创造群体中的某些心理状态 就是那些情绪 现在选举 在台湾 选举有类似宗教狂热的情况 很早去站位 一直拿旗帜唱歌 然后整个听得很嗨 然后那个主持人就要那个人常说 对不对啊 动算动算 大家就要开始 然后进入一个这种非常原始的那种狂野的呢 然后就很兴奋这样 在原始部落里面跟现在投票行为 如果你有影片放在一起 你会发现那种激情是差不多的 那种激情是差不多的 那个体育节目里 体育竞赛里面 不同的团队的那个队伍的那支齿啦啦队也是一样 这就表现了那种集体的亢奋状态 某种群体的某种性状态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好 如果呢 范畴起于宗教 这范畴在哲学上不是起于宗教 范畴是先天的 他说如果范畴起于宗教 那是如果是你 如果我们从来不认为是如果啊 如果范畴起于宗教 那么他们应该分享所有宗教事实 这宗教事实跟他讲的社会事实 是类似的一样意见 范畴有事实的意思 也有现象的意思 所以Fate Social叫Social Fact 可以翻成社会事实 也可以翻成社会现象 这两个字其实一模一样 图尔干在社会学方法的规则的第一章 Social What is Social Fact 在证文里面 常常有的时候为了这个 可能是修辞学上的原因 在Fate Social的同意字里面 Phenomenon Social也是另外一个字 就Social Fact跟Social Phenomenon 是同一个字 所以早先中文的翻译 没有特别注意到这个差别 他就把所有的社会事实 都翻成社会现象 后来注意到这个差别 就有一本书写 我这本书里面 所有的社会事实 社会社会现象都翻成社会事实 其实没有必要 图尔干认为是社会 他去社会事实 你就翻成社会 社会现象就翻成社会现象 就好了 因为这两个字对托尔干认为是同意的 所以就说宗教事实 就跟重要现象一样 他的作为社会事实 就是具有外在强制性 虽然在你内心里面 但是它强制着你 所以托尔干有一个想法 就是社会不仅存在于个人身体之外 社会也存在于内心之中 就是你的道德的那种道德感 自信不能做啊 做人家会说什么啊 这就是社会在你之中啊 就是那个佛罗伊德说的 这个super ego啦 他们还应该是社会事物 social 并且是集体思想的产物 在强调这个社会性 所以这个宗教 基本上就是一个社会性的代表 然后他就还提到时间安排 基本上也是具有社会性 为什么有一阵子 我们需要什么十二节气啦 二十四节气啦 我们有一年有三节 现在不管在哪里东方人 几乎都在过 我们在美国念书的时候 基本上都不太记得这个 就是因为China town 有一些人会过 你就知道今天是中国过年啊 我们在美国过日 都不知道中国过年 现在美国人影响很大 连美国感恩节 Halloween 全部台湾学美语的小孩 大陆好像也开始要 都过这种什么奇怪节日 干什么呢 大陆有些人就反抗这些外国节日 我没那么那么极端 但我觉得节日应该有社会性啊 这个社会性在哪里 这社会性在学美语的那一群人里面 你不小看这种社会性啊 这跟大社会是没有关系的 可是慢慢的这群人长大以后 或者慢慢这群人 更多人接触这样的文化以后 那就会变成是一个部分啊 我们以前接触佛教的东西吗 几千年以后 佛教节日就是我们的节日啊 所谓的你们就是我们 全家就是你家的你知道吗 这广告是很有意思的啊 好 这不仅是取决于我们对过去生活部分 或整体的纪念啊 这是一个抽象的跟非个人的架构 这跟个人无关 不在个人层的 围绕的不仅是个人的经验 而且是全人类的经验啊 它就像一张无边无际的航海图 每一段航程都展开在心灵之前 在这航海图上一切可能事件 都可以相对于确定指标而定位 这样的编排不是我的时间 而是一般的时间 是同一个文明中 每个人客观想象的时间 这足以暗示我们 这种编排是集体性 实际上观察证明 这些必不可少的指标 一切事物都根据时间定位 确实取决于社会生活 比如日期 星期 月份 年份等等区别 相应于仪式 节日 公共典礼的周期性的浮现 日历表达了集体生活的节奏 与此同时 它的功能又确保这些活动的规律性 所以你看西方圣经开始就是七天 七天然后休息一天 所以后来周秋二日要休息的时候 就很尴尬 因为上帝不规定这个 然后呢通常 你要是不休息 这也很尴尬 所以礼拜天在这个基督宗教国家里面 叫安息日 不能开店的 后来慢慢就商业社会起来 就要开店 开店呢在欧洲有地方要经过允许的 空间也有 所以这时空这问题 这就打破了哲学的解释 重要性在这里 就社会学忽然间有了一个方式 当然很多人反对 说不是这样的 但Tourgan至少敢提出来 他说社会组织就成就空间组织的 就是原型跟复制品 所以你复制的不是一个先业的东西 你复制更就是人类的存在或人类制度的东西 至于左右之间的区别 绝对不是继承一般人类本性 不是啊 这不是来自人类的本性 这个人类本性是上帝创造的 所以这不是来自上帝的 OK 极可能是宗教的 因而就是集体的表象的产物 这是大家生活在一起以后妥协的结果 可以这样说 当我们感觉是真实的时候 他们就按照实际情况对我们实际上影响 所以Thomas Theorem 其实基本上是从Tourgan这句话 是一样的意思 如果他没有读过这句话 那就是大家英雄所见略同 那如果读过 那大概就是不小心 就引用了类似的想法 这我们常常有 我们的讲法里面 我们的讲话的内容 不会每一句都是我们原创的 有时候讲出来跟别人想法一样 他如果犯愁 成如我们所承认的那样 基本上是集体的表象 那么他们就首先应该展示团体的心理状态 他们应该取决于建立跟组织团体的方式 取决于他们的心态 取决于他们的宗教 道德跟经济制度等等 所以你可以看到 取决于就是后面这东西 决定了前面这个东西 所以在马克思的用法里面 是相对应的啦 决定啦 制约啦 树立其上的啦 在这里就取决于 那社会是一种独特的实在 就是这个就是他用的那个拉丁文 Sweigenerese或Sweigenerese 就是一个有 他制成一格的 不能够化约成其他的这样的东西 他具有自己的独特性质 所以社会是一个他的有一个独特的东西 这种性质不建于其他地方 以及不会再与同一形式在宇宙中其他地方出现 它是没有平行宇宙的概念啦 有人认为平行宇宙在宇宙中还有另外一个你 在另外一个时空做另外的事情 而且不一定是一个 有很多个 所以有的电影就会拍啊 我如果这时候不是遇到你 我这时候如果不是在这边上课 我当时要是不念社会学 我当时要选择了我可能可以念的学校 或可以念的科系 那我现在可能就另外一个 在另外一个时空 我是另外一个故事 对吧 所以各位永远可以这样想象 如果当初没有做这个选择 那现在我会怎么样 邓丽君也一首这首歌 如果不是遇见你 什么什么的 对不对 邓丽君那首歌 好 表达他的表象 具有个人表象完全不同的内容 我们首先肯定前者将为 都能夹到了后者身上 所以这社会是一个独特的 不能够化约的一个事实 托勒干就是强调这个 别忘了 因为他这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他要社会学有他独特性 或者反过来 因为他要让社会学存在 所以必须强调这种独特性 这跟政党有点像 我既然是跟你相对 那你讲什么我都要反对 就类似这样 有时候已经 就找各种理由来反对你 好 那集体表真或集体表象 看你怎么翻 就是那个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 所以集体表象是广泛合作的结果 当然人跟人合作 不仅扩展进入空间 也扩展进入时间 所以时间空间都是集体表象 大量的不同头脑联合起来 混合和组成了他们的观念和感觉 这才形成了这些表象 漫长的世代积累经验跟认识 才形成这些表象 所以这些表象呢 我从中都跟你觉得 如果你学到过这个 Bordieu的arbitus 你觉得有太大差别吗 就是积累来的东西啊 这些习俗都不是你自己发明的 也不是你自己的 都是积累来的经验跟认识 就是你身上所受到的社会化的影响 告诉你不要这样做 不要这样做 为什么也讲不出来为什么 这样子比较好 这样比较不好 或者说我们中国人不这样做 我们台湾人不这样做 我们什么什么人不这样做 我们男人不这样做 我们女人不这样做 你女人做的不要把脚插开 男人才能这样做 女人不要把脚分开 你两只脚叠在一块 免得人家看到你什么什么什么 好 集体表象由于是集体的 保证了它的客观性 所以这是它的想法 你可以不同意的 如果没有充分的理由 它不可能变得普遍化 也不可能持久的存在 所以它都普遍化 它也持久存在 如果它不符合事物的本质 它就不可能得到扩展 也不可能长时间指导我们的组织 所以这里都表示它是可能的 所以它符合的事物的本质 也得到扩展 长时间因为它是集体的 这要集体一天 然后说人性二元论是在 我们上次是在 迪卡尔的时候出现过 在柏拉图的时候也出现过 OK 有一个图你可以有机会回去看一下 根据众所周知的公式 人类是二元的 二元并存 应该这样讲 人体内有两个存在 一个是个体存在 其基地在有机体中 另外一个是比较严格限制的 其活动是比较严格限制的 因为在个体中 你不能够超出你身体之外 去做什么 灵魂出窍的事情是我们一般人不相信的 另外一种是社会存在 它代表我们所观察 所建造的智力跟道德 层次中最高的实现 智跟德 还有体育的体 智德体三个是 Spenser认为人性的重要教育的目标 要发展他的智德体 到了台湾 智德体跟加上群 加上美 变成了台湾国民义务教育的五个目标 我念国中二年第二节 只有德智体群四欲病重 作业本后面都这样写 德智体群四欲病重 现在是德智体群美五欲病重 那个病呢 我每次开玩笑说写错 应该是生病的病 因为除了智语以外 没有重过 要照到如果五欲病重的话 不是每一门课都应该占20%吗 你不智语应该只占20% 我们考试智语大概占100%啊 哪有80而已 都100%啊 你要是考试不过 还有什么 当然除了数科以外 考某些对不对 这德智怎么算 老师我从到现在为止 捡过三顿的垃圾啊 我有证据啊 你叫可以拿着垃圾 捡垃圾的顿数 对不对 可以公正盖章 每一次那个回收人可以盖章 你今天搅了几克的垃圾 然后搅了20年 你搅了几顿的垃圾 对吧 你德智要怎么算呢 我扶过多少老人过街 这个以前我听大陆的相声 我都快笑昏倒了 说这个扶老人过街 是大陆的小学生 有时候学校会提倡 他说所以呢 在提倡那几个礼拜 那个老人家很怕过街 因为就一堆小学生过来 扶他过街 他没有我已经过来了 没关系我扶你过去 他已经过来 拿着把他扶过去 然后就等着那边的小学生 再把他扶过来 所以那个老人家的功能 就是在街上那天这样过马路 这个是当然讲相声开玩笑的 但是扶老人过街这点 可以变成一个活动 特别是小学生的活动这一点 是在这个相声里面的段子里面 展现了很有意思的部分 好 所以这个一个是社会存在 我的意思不是指 我们的本性的这种 双重性的实践结果 是不能把道德观念 还为公立动机的 这里面还有哲学的问题 你做什么事情 是因为最大多数人 最大多数利益吗 如果有机会去看 那个正义 那个演讲 那一整套就提到 很多人是从公立的观点 那他们就不是公立的 特别是经济学发展以后 这所谓的自由市场的那个 那公立根本就是一个 基本的出发点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教社会学 这么多年来 会经常碰到的 一直不断重复出现的问题 像那个学习佛斯的那个石头一样 老师啊 学社会学有什么用啊 学社会学将来能出来做什么啊 这样会不会饿死啊 我只有对第三个问题 有一个实际的建议 说会不会饿死啊 那你到医院去查一下 饿死的人是不是都哪个系毕业的 例如如果说你说没有工作 接上讨饭了 那你到那个路上 看到那个讨钱的人 你就问他说 请问一下 你是不是社会系的学长啊 你怎么在这讨饭呢 对吧 如果他认为不是 那你就知道不是 如果他认为是啊 学弟啊 学妹啊 帮帮我吧 因为这个是没用的 那你就知道出来 只有这条路 功力的动机啊 其实思想状态的结果啊 是理性不可能还原为个人啊 只要个人属于社会 他的思想行为都超越自己 意思说你属于社会 你的所有思想 基本上还是受到社会制约 所以人类的存在性 就有一个是个体存在 一个是社会存在在里面 社会下生存不仅需要 令人满意的道德一致性 还需要最低限度的逻辑一致性 所以这个逻辑的跟这个道德的 就是都要的 超过这个限度 社会就难以安全的存在 所以这个社会有一个限度的 所以就像图罗刚才说 社会有犯罪是正常的 只要那犯罪率 维持在某一个比例之下 这个社会是安全的 正常的 也是这样的意思 如果高了 当然不是 自杀是正常的 因为也是维持一个 长期的一个稳定的比例 那就不是什么问题 从社会观点来看 当然从个人观点 或从亲友观点来看 这怎么会正常呢 你的一个好朋友自杀 死了就没了 这当然不正常了 好 那社会跟自然的关系 这个我就不说了 这也是类似 社会跟个人 这个可以说一下 说是社会提高了人 甚至造就了人 因为造就人的东西 就是构成文明的治理总体 而文明是社会中的工作 这就解释了崇拜 可以在所有宗教中 占有最显要的地位 而不论他可能是什么宗教 前一阵子有这个帮师父洗脚的照片 这个传出来 我觉得这当然有一些都是 你把他的更多照片传出来 可能做的事情就不是只有这样子了 你把他照出来 就是他的徒弟替师父洗脚 好像这个事情就怎么样 你知道教中有替教徒洗脚的 在基督教传统里面 以前王建轩也有提倡 什么哪一天要替爸爸妈妈洗脚的 那个是有一些西方基督宗教的传统 我们当然中国人主张泡脚 这个是一个对身体健康的 所以其实有共通之处 如果你当然只呈现了其中一个 看起来好像很奇怪 说你有替爸妈泡脚吗 你怎么就替师父泡脚 他可能有替爸妈泡脚啊 怎么样他就要把爸妈泡脚跟师父泡脚 或者师父拿脚来做实验啊 你知道吗就要这样泡 这样泡回去给你爸妈泡 那他有没有讲这你也不知道 好像就要打击他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看到一张照片 有人能说出那么多故事 我都很佩服 虽然我不是那个宗教的人 我也不可能是那样 我的老师很早就告诉我 我的美国老师告诉我 他说你可以崇拜一个人 但不必去稳他的脚啊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限度的问题 限度的问题 有人会去稳 你知道有人会稳教宗的脚 还有那个在耶稣生前 还有那个长发女子会拿自己的头发给耶稣洗脚 还有那个佛陀在经过泥巴地的时候 有一些信徒女信徒会拿自己的头发 铺在那个佛陀走过的泥巴地里面 让佛陀脚不会脏 这种故事都很像 所以这个故事知道多了 你就知道这他对于某些神圣人的尊敬 神圣人的尊敬 我们现在当然有鞋子的 实际不太需要做这个 但是在耶稣在佛陀那时代 可能这个事情代表某种意义 那你买一个好的球鞋给师傅 或者给老师也是一种做法 对不对 然后那个鞋子上面 然后头发牌 或者把大家信徒的头发 全部剪一下下来 在上面看起来怪怪的 像毛怪 那是另外的问题了 他因为只有在行动中 社会才能产生它的影响 但是如果组成社会的个人 未曾聚集起来 没有共同行动 社会当然不会有行动了 对吧 一样 社会通过个人的共同行动 才能意识到自己 赢得自己的地位 这首先是一种积极的合作 由于这种外在的行动 集体的意识跟情感 才有可能表达 正如我们证明了一样 集体的行动 是集体意识跟情感的象征 所以行动是这个的象征 所以这个情感是一个底层 然后那个象征是 你看到的东西就行动 所以你看到的东西 背后是有它的情感 跟它的集体意识 所以意识跟情感 看起来不是一个上层建筑 不是一个被影响的东西 不是一个应变相 而是一个自冥想 在这个解释上面 这种行动支配着宗教生活 因为社会是宗教的源头 很多人认为 他讲的可能不就是 不是宗教人 社会就是宗教 宗教就是道德 道德就是社会 就开始在这边三位一体的打转 最有名的是这个 它的宗教定义 它说宗教是一种与神圣事物夸号 即性质特殊的禁止接触的事物 有关的信仰仪式组成的统一系统 那这里强调是神圣的 Sacred 然后这个信仰跟仪式 这是一个包括信仰 包括你思想上的 包括仪式 包括你行为上的 然后对所有赞同的团结在叫教会 的道德社群 所以它是一个道德共同体 大家的共同信仰能聚在一块 所以有神圣性跟有团聚性 简单讲是这两个 那这就是宗教 没有提到神的问题 它就有神圣性 所以后来有人就从这里规范到 引申到说像国企 美国都对国企的尊重 所以像Robert Bella 也是一个宗教社会学家 就提到civil religion 市民宗教或公民宗教 或是在这个文明社会里面 国企 为什么要尊敬国企 因为国企是集体的象征 所以你不能污蔑国企 因为你污蔑国企 等于污蔑这个国家 在美国像看起来那么自由的国家 曾经有个艺术家 在展览的时候 焚烧美国国企 引起很大的争议 在现在反美的情绪里面 最近因为美国跟伊朗禁运 禁运的关系 你在新闻上面 外国新闻上面 可以看到伊朗人民 焚烧美国国企 焚烧国企 有时候是一个象征 你说焚烧国企是一个部门 你杀了那个部门 管我什么事呢 那个部是个国企的时候 这就不一样 那就不是任何一块部 所以焚烧国企 在现在里面 就是因为国企具有神圣性 在那些很气愤的人 如果国企没有神圣性 你烧吧你 你还需要吗 我家还有 那就没有神圣性 懂吗 就是神圣性 还有一些像年轻人 崇拜的东西 说你听着干什么 这什么烂CD 你把他丢了 他会跟你翻脸 他甚至会自杀 对他来讲 那是很神圣的东西 他这一生 你崇拜那个偶像 干嘛 那个偶像 还闹些绯闻 什么之类的 这都是你没办法 有时候没办法 跟这个粉丝来理论的地方 这也是有一种 类似神圣的行为 所以台湾的选举 就展现更多的这种 神圣的道德群体 哎呀晚上一起去啊 我先去占位置啊 我都买好晚餐了 在这件事情上面 就变得非常非常的 社会运动有时候 也有这种功能 因为台湾最近几年的社会运动 因为会做社会运动的人 都上台了 所以这个不会搞社会运动的人 就很安静 所以我们社会运动 相对也少 但是一道选举又来 所以这Moral Community 也是另外一个 重要的一个界定 然后这范畴 也有宗教的起源 他说社会意识 是宗教的灵魂 然后那个 马克思说 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你觉得有太大差别吗 比喻的方式不太一样 但想法都是 人生活中很重要的东西 可以解决你困扰 那当然强调的是灵魂 那那个宗教人民鸦片 你可以解除 你痛苦 你有上帝的信仰 可以帮助你走过 生命中的很多打击 我碰到的 有的时候是失恋的时候 失恋的时候 有人就在教会里 教会的人就会劝他 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他教会里面 得到了很多团体的支持 少数有些人不满意 还会来找我 那我说你是教徒啊 你就该相信你们教会里面讲话 找我干什么呢 你认为我会比上帝给你更好的建议吗 他说宗教的力量是人类的力量 道德的力量 所以你说宗教跟社会跟人 跟道德有什么差别 这基本上等同的 确实啊 集体的情感只有从外物结合的时候才能意识到自己 此时呢 他们不可能不接受一些外物的特征 他们因此获得了一种物质的特性 他们就这样从物质世界混合起来 所以人的世界会跟物质世界混合起来 并认为自己能够解释物质世界中发生的事情 然而如果仅仅从这点观念去看 以次种种形式的表出现的宗教力的话 那只能看到最肤浅最表面的部分 它让你看到其实宗教最深层的地方 都是社会因素的问题 宗教并非无视于现实的 无视实在的社会 或从中抽出不切实际的观念 宗教是实在的社会印象 这实在就是reality 所以宗教跟社会有什么差别 基本上就是社会 那就是另外一面而已 它反映着实在 这实在就是reality 的社会的各个面向 甚至它最卑劣跟最厌恶的面向 那有的社会像以前宗教要十军东征 要恢复圣地 杀了很多这个伊斯兰教徒 有时候宗教因为宗教之间的冲突 所以会叫你去做这种 其实宗教在基本上不同意的事情 但是如果你这样解释 你就解释不通了 宗教都叫你爱人 怎么去杀人呢 但宗教告诉你 如果你从土耳干地上 宗教就告诉你是我们自己的人 咱们自己的人不杀 那个不是自己的人 咱们杀谁呀 那他来杀我们嘛 到现在为止还是这样啊 现在美国的一个论述方式 还是这个我们的敌人 就是那群阿拉伯人 那群恐怖分子 恐怖分子他们都是阿拉伯人 所以阿拉伯人是我们的敌人 就这种奇怪的这种 或错误的逻辑的推论啊 所以你就制裁阿拉伯人 看他会怎样啊 美国人就是 啥事他不爽 他就制裁你啊 他是世界上他最大啊 然后类的范畴啊 这个类的范畴 其实就是从人类群体的概念中分离出来 这跟前面讲法是一样的 时间的范畴是以社会生活的节奏为基础的 这刚刚讲法一样 社会所占据的领土为空间范畴提供了物质的要素 你先有这社会占据领土才有空间 作为创造力原型的集体力 是因果范畴的基本要素 因果就从创造力来的 可是范畴并不是专用于社会领域来产生的 他们超出这个范围达到所有的现实 所以范畴可以不是只有那样的 好那还有他跟历史文物论划清阶线 我说过我在这里 特别是因为有人说过 古典社学理论 但不得不跟马克思做回应 所以我的社学理论里面就 尽量找到他跟历史文物论 或马克思不太一样的地方 必须避免把这种宗教理论 看成简单的重复历史文物论主 意思说不要把宗教 就像历史文物论那样看成是上层的 建筑受到影响 自己本身没有重要性 如果如此看法 那就极大误解 在表明宗教基本上是社会的产物时 我们的意思不是说 它只限于以另外一种形式来表现社会的物质形式 跟社会的紧迫需求 意思说不是这样的 宗教基本上是社会产物但不是这样的意思 确实我们认为社会生活依赖它的物质基础 社会需要有物质基础 并带有这种物质基础标记 所以并没有否认这种物质基础 就经济或者经济上的问题了 这是很明显的 就像个人的精神生活依赖它的神经系统 跟它整个躯体一样 然而集体意识不仅仅是它形态基础的附带现象 这附带现象是康德的一个观念 它有现象跟物质深 物质深是不变的 现象是会变的 它反应的东西要多得多 就像个人意识不仅仅是神经系统 简单的刺激反应而已 为了使集体意识能够产生 还必须有一种独特的意识综合作用 这种综合作用产生的后果 是将各种概念跟意象 从整个清感学中分离出来 所以在这里它有一些承认 但有一些是不太认同的 那它念到的那个马克思主义 历史文物论有时候跟我们可能是不一样 概念基本上也是集体表象 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 它们属于社会群体 可不是因为它们代表着 个人表象的平均水准 很多人认为所有的个人表象加起来 平均一下就是所谓集体表 它认为不是这样 因为还有一个新的东西出现 所以这就否定了所谓方法学上的个人主义 好 这是托尔干知识社会学部分 强调是以社会为中心 所以时间空间都是这样 所以这个在当时是对于哲学的一个 很大的批评 它对宗教的看法也跟人家都不太一样 所以它有特色 一直到今天托尔干一直是稳定的持平的 在社会里面上 没有暴红也没暴跌过 从来没有暴红也从来没有暴跌 一直很稳定的一百多年来 托尔那个韦伯就有暴跌暴红 那下一堂课讲的 那更是暴跌也暴红 那个一样 所以我们特别讲到托尔干的稳定性 马克思也是暴跌暴红 托尔干一直在学术界 一直有它的稳定的地位这样 是个基优股 拿股票来讲 刚刚讲到托尔干的时候 这是几本托尔干的书 这是法文的重印本 这都是比较厚 但是我只看了头跟尾这样 那这是比较早的英译本 它这本书很早就有一个英译本 译的我觉得还可以啊 后来又出了一个新的英译本 比较大本 然后我也没觉得有太大的 我看了一些重要的部分的翻译 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中文本也非常的多 早期就有这个请大陆 那时候台湾经济很好 就请大陆的老师翻译 给他们很少的钱 就可以请到大陆老师翻译 台湾那时候有钱 90年代初期 就翻译了这个宗教生活基本形式 然后这个中国大陆几个译本 这都早期的版本 有些没有再出了 这宗教生活初级形式 然后这是 这本书有在重印 这个 徐静东老师跟吉泽老师联合翻译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这本书有在最近的土耳干文集里面有 所以这是宗教生活基本形式 那接下来要讲的是奇缅尔 奇缅尔的书我没写 希望这辈子能写 但是因为我不是在德国念书的 我是从英文了解它 会有一点隔阂 那这个有一个大陆翻译的日本学者的北川东子写的书 翻译上面有一点点熬哑 但是因为他在德国念的书 所以他写了翻译 那这是南京大学陈柏青老师写的书 陈柏青老师大概把这个 英语世界有关奇缅尔的研究的重点 全都吸收到 所以这是少数 还有一本 我记得陈荣女的书 二首书 那这是1997年 我到德国去的时候 他们给我的钱 我把全部拿来买书 这是奇缅尔的社会学 1908年版的 这是原版书 原版书 花了几百块钱买的 我的德文 我一直希望好到能够像我的英文一样翻译 那个看书 结果好像没有达到 这是奇缅尔的一个文选 最早的英文文选 这个叫做 奇缅尔 Individuality and Social Form 在美国念书大家都会念到这本书 这是刚刚那本奇缅尔的大社会学的 灾译本 这不完全的译本 现在一个德国的学者 Professor Heller 把这个大社会学全部翻出来 在德国 在荷兰的出版社 台币一万块钱 本人有买 这是原来 因为从1950年代用了很久的这个结译本 然后这是后来编的 因为奇缅尔重新被发现 他有关文化的文章 他的文章都写得像散文 所以很多并没有很有系统的 但是也像有些散文 很有insight 你看了以后就 哦 他可以这样子看 在也有一些人 Professor Heller 他就编了奇缅尔的讲宗教的文章 这都是在90年代左右 其他中文方面 这个是奇缅尔的外遇写的书 他的外遇跟他太太都一样 叫Gertrude 他的外遇是一个艺术史专家 所以奇缅尔后来研究 所以这是我在德国买到的 我看到的时候兴奋不已啊 因为有关他的外遇的资料 非常的少 我知道名字 因为他的名字跟他太太一样 但是一直买不到书 这个买到 这很可惜是德文的 所以我大概买了也看不太懂 这辈子大概希望渺茫了 然后这是早期的一本中文翻译书 很奇怪有人翻译的 乔宇门是从德文编辑的 奇缅尔的文选 水笔集 只有德文没有英文 很多德文书都会有 那既然有中文译本 我有一次在香港吧 那时候90年代初期 看到了三本 我就全部买了 一本就自己留 一本送给图书馆 一本就送给当时的一个朋友 所以三本书全部被我买了 这本书呢 非常难看 翻译的也不太怎么样 所以看这本书极度痛苦 因为你原来想这么小书嘛 大概一个weekend就可以把它看完 结果发现这个桥宇门 这个好像桥也不见了 门也关着了 就是看着那个河在那边留 啥也搞不了 那当然还有一个叫时尚哲学 这也是文学 这也是中文的文学 还有一本呢 这是简体与繁体版 叫金钱性别与现代生活风格 这就是他文化社会学的部分 这是齐美尔的东西 然后两本宗教 他宗教东西我们也看不太懂 因为他的哲学性质比较强烈 他讲的历史很少 很多都是在讲的 然后他背景很不清楚 然后他通常都不讲资料来源 所以你不知道 他是根据谁讲的这个 那学问必须得以相当丰富 如果这是一个中国人 那我大概有能力 你就把近代中国 或者他当时的文学界 或思想界的人的东西看一下 大概多多少少可以了解一下 但是他是德国人 我这个基础没那么好 就没有办法 那我们介绍他之前 除了刚刚这个书之外 就是有几个重要的 我最近买到了几本新的书 讲奇美尔的 一本好像是北欧人写的 叫Zemelian Legacy 我发现我讲到的东西 跟他现在写的东西还差不多 我觉得所以也许 我赶快把韦伯书写 就可以来写这个 因为显然在 他能读到的德国 应该是比我多的 显然这个对于奇美尔的研究 没有太多的 没有发现的东西 你要懂我的意思 不是说还有一大堆东西 是没有发现的 然后他写出来 哇 真的很疯狂 没有 大部分重要的东西 大概都发现了 尤其最近这个奇美尔的文集 由一个德国的教授 Oltain Ramstad 一个人编的 24卷全部编起了 也出版了 这个在中国大学教书的 华中科技大学的 华中科技老师曾经翻译了其中一个部分的访谈 访谈这个Ramstad教授的那个 当然这个主持人很不称职 所以问了一堆有点奇怪的问题 郑老师把这个大致翻译了一下 所以也学到一点 但书信里面还可以透露多比较多可能他的私人的生活 因为他的私人生活的记载比较少 唯一有一个有点八卦的记载也登在英文的杂志上 因为有关他的资料太少 说有一个人找到一个报纸的记载 说有一天奇美尔博士呢 因为去收租被房客呢 开了一枪击中他的左肩 就这么一个新闻 然后这个 我看了一些奇美尔的书 好像很少人提到这件事情 我看书是特别认真的看八卦 认真的我也看 但是常常认真的东西不太容易懂 八卦反而容易懂 所以有像这样的故事 他的那个外遇的问题 所以刚刚我才会知道这个人是什么人 然后他的书出来我就可以买得到 就是这样的而已 没有英译本 所以不知道他的外遇 跟他的思想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 因为有些人会说 很多人的想法 其实来自于女人的想法 你要先了解这个再去读他 就会挫折相对而言会少一点 因为你读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有辩证观念 当然是二元的对立跟统一 他会讲分会讲合 然后你不注意的时候 你会觉得他在讲分 等你缓过神来 他在讲合 再缓过神来 那到底要到哪里去了 所以这个讲到流行的时候 就有这个分跟合 举例来讲 他觉得流行是由上层阶级带起的 上层阶级开始有一种新的穿着方式 或生活方式 上层阶级人叫模仿 那上层阶级人觉得你模仿我以后 我还混什么 所以上层阶级就开始转变他的穿着跟生活方式 让下层阶级追不胜追 那当然后来发现也有反过来的 像譬如牛仔裤这件事情 牛仔裤原来是工人阶级穿的 因为很耐穿 所以工人阶级就穿着 后来有钱人发现了 就觉得这东西那么耐穿 然后就开始有这种设计师牛仔裤 穿着非常合身的 可以显著身材 特别对于女性来讲 然后后来又发现 穿这张钛烧包了 那干脆就 还有一种是你穿了以后 然后进到水里去 然后让它缩水以后跟你贴身的 这才早期有一阵子牛仔裤是这样 然后现在是牛仔裤一定要破的 要破的地方要破队 不能乱破 我念书的时候 牛仔裤刚开始流行 是你下面要有虚虚的 所以呢有卖的人 专门帮你刮 所以你下面像那个马的 那个毛鱼刮的虚虚 现在看的比较少 但有一阵子就是 牛仔裤穿着那样 其实你牛仔裤长一点 一直拖地就会出现虚虚 那是自然现象 可是后来就没有那时间 心情就穿那么久啊 干脆找人去把它刮 水洗的也是一样 你要把它做旧 你要给我买来居然是新的啊 你穿久了以后 开始会泛白啊 会干嘛 那有一阵子就是要这样泛白 所以这个你分跟合 然后一旦要合了 它马上就要分 所以就有一种永恒的一个追逐的样子 就像小狗追自己尾巴一样 永远追不到 还有另外就是人呢 有两个部分刚刚涂尔盖也说 大部分主要有个社会化冲动 希望跟别人一样 不要太突出 但有时候要个别化冲动 又不希望跟别人一样 希望自己有一个独特性 希望自己不要被误认为是另外一个人 所以这个社会冲突跟这个个别化冲突 也就会有产生这个 在流行里面他有去除这个 所以一般人想跟有钱人一样 说要追流行嘛 怎么能不追流行呢 对吧 然后追流行后发生 那我没特色嘛 那牛仔裤叮个亮片嘛 什么什么之类的 反正那种就在同之中 要显现出自己的意 然后意之间又希望能展现自己的同 社会的流行就在这里面 这样子相互追逐 近跟远 然后他讲到陌生人 这个陌生人叫stranger 我最近发现中国大陆 有些翻译根据中国的古诗是不错的 就是独在异乡为异客 所以有人翻成异乡人 因为以前卡米尔的小说 叫stranger就翻成异乡人的台湾 其实这个就不是异乡人而已 因为他是住在你这里 是从异乡来的 但住在你 长期住在你这里 所以叫做独在异乡 可能最好是为异客 我看过有人翻成异客 就异乡的人 客人 像客家人一称为客人 客 客家人已经都在某个地方都待上了几百年 所以那个客是当时的客 不是现在的客 就是说那个最新 就像这个最新 最新什么什么字典 那个最新是看哪一年出版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陌生人 这个stranger的文章 还不如翻成异客 我觉得听起来比较对 那异客呢 就住在你附近啊 可是他的什么生活方式 什么都跟你不一样啊 我们台湾的新住民 他讲话方式也跟你不一样 然后欧洲的这个犹太人 到任何地方去大家都看你是外人 但是你都在一个地方待很久 像二十大战前的德国的犹太人特别多 然后后来犹太人被迫害 觉得他是外来的人 有的人已经在德国住了多少代了 还是外来的人 所以一个这种移民的悲哀 常常就不会认为 不会被认为你是自己人 可是现在大概全世界 哪一个国家没有移民 所以这个问题 好像也没有特别那个 欧洲的前一阵子 移民问题一直很严重嘛 那有些政党就是以反移民 那有些千里迢迢还要跨境 越境过墨西哥 要到美国去入境的 那个中南美的国家 我那天看了 看了觉得很难过 因为既然你觉得自己的生命安全 是在另外一个国家 那自己国家怎么都待不下去吗 就是很令人难过的事情 漂泊跟定居 值跟量 就是在金钱哲学 我一直比较喜欢翻译金钱哲学 不想翻译货币哲学 因为货币听起来非常经济学 金钱听起来就像人 一般生活里面就讲钱嘛 你有钱吗 你有货币吗 听起来怪怪的嘛 对不对 你有比特币吗 这还差不多 我觉得金钱是比较恰当 当然这个没多少人跟我一样 形式跟内容也是它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区分 它变成是社会学的基本形式 相似跟不相似 在社会学基本问题里面 这是后来的那个小书 社会学里面有大社会学 跟小社会学 小社会学很薄很薄 那思想的特色 除了刚刚第一点以外 第二点叫无系统 但是我上次跟郑作宇老师说 他觉得说无系统 是因为英文是这样随便翻译的 所以就比较没有系统 他认为还是有一点系统 好吧 那就是他认为 那他的专门应该比我还专门 第三讨论对象丰富无比 注冲日常生活经验跟特殊题材 这是很多人喜欢他的原因 就是社会学原来可以研究这个 因为以前传统 你说像马克斯·韦伯 研究什么权力 研究宗教 研究这种很大的东西 那有些人对这种大东西没兴趣 没有人研究日常生活 他是比较相对的人 是比较注重日常生活的 所以会让人家觉得社会学好像真的还跟生活有点关系 第四他著作中很少注视 那更没有提出他的资料来源 所以他到底看什么书的 你都不知道 然后呢他的研究 社会学研究有一个基本的预设 这点很重要 有人说是新康德学派什么什么的 那我就不知道了 我的学位没那么大 所以一个现实是不同观点 这是他的强法 永远只有一个现实 相信社会有一个现实 我们等一下以后讲到的人 包括到了现象学的 Alfred Schultz 他认为有multiple realities 有多重现实 可他认为只有一个现实 可是我们没有社会学科学 可以掌握这种当下性的整理性 虽然有一个现实 没有人可以完全掌握这个当下的现实 必须从不同的观点来研究 因此由社会变成许多 互相独立学科探索 每个独立学科就从自己的观点 去探索这个现实 他有一个地方说到 我好像没有引用下来 就像是我们从远处看一座山 我们只见到树林 一片树林看不到一整棵树 然后你走到近了 你只能看到树 你就没办法看到树林 这是那个距离的问题 那我们的思维经常 而且到处将已有的事实 综合成科学研究的对象 在当下的现实中 是找不到可以跟它相对应的对象 如果你知道 Marks-Weber的ideotype 大概也是一类似的概念的话 那这个就是一样 ideotype也不是现实 它是用来了解现实的根据 根据研究者自己的需要 强调现实的某些方面 然后组合成一个新的东西 然后用那个东西来看这个现实 就你配了一副眼镜 然后那眼镜的度数是你自己调整的 适合你的状况 然后你再来看那个现实 简单讲是这样 所以这个呢 跟那个Marks-Weber的说法 是非常非常非常类似 只是他们没有用同样的语言 没有同样的概念 那什么叫形式 我们刚刚说了 它确然所有的形式 经常是一种结合 都是一个结合的主体所增添的 然后它常常就只有这种支支片语 它不太在乎这种 像Marks-Weber似的那种定义 那么清楚冗长的定义 它不在乎这个 常常不在乎这个 就常常一句话 所以它是这个形式这种结合 我们所谓的形式 这可能跟它的哲学训练有关 跟我们现在 然后什么叫距离 它把人类思想 这个我刚刚讲了 把人类思想跟复杂性 像之间的关系 比喻为研究者跟人类对象 距离的不同 距离不同所见的自然就不同 对每一个不同距离来说 研究对象也会因此 而去相对的正确性 所以没有一个全貌啊 你所看到的都是 现实中掌握的那一瞬间 就像你照相一样 别动别动别动 然后照好你开始动 那你照相所存在的 就是那一瞬 你不动的那一瞬间 所以这个也是 所以有些英语师 研究它的时候 它强调那个活在当下 那个当下或瞬间 就像我们的录影 录影是一个时段 像我这个课要录的话 几个小时的 那如果是其中截图照片 那就是一个照片而已 所以那个跟距离 跟时间有关系 距离的选择的不同 对应于认知指趣的不同 这个所谓的认知指趣 英文叫Purpose of Cognition 德文叫A Cantonese Obsite 就是你到底研究的时候 你在想什么 研究者的想法是什么 研究者觉得要做什么 这个指趣后来翻成英文 就叫Interest Interest这字就很复杂 那后来Habermas就有强调 认知的指趣 影响到这个我们的知识 如果你认知只是为了 为科学而科学 那当然是一个方式 另外一个比如说 为了经济而科学 我觉得这个经济效益很大 所以我来从事这方面的研究 很多R&D 尤其是跟商业有关的 是做这个像生物科技的东西 那有人真的 我们大部分人在做 不管为艺术而艺术 还是为赚钱而艺术 为什么而学术 都还是有这个问题 那原来在学术界是很单纯的 你就是作为学术而学术 或者是为赚钱而学术 为赚钱而学术 那就绝对不要选 我们这种社会科学的科系 你就选管理学院 或者经济的 或者这个电脑方面的 那大家都很抢手 所以也是认知指趣的问题 所以大部分在学校教书的老师 特别文史科系的老师 大概很多人都是为兴趣而教书的 都是比较喜欢念书的 大概也是共同点 然后还有通常都不太合群 所以这群都是社会上 适应不良好的人 所以就让他们待在学校里 到了研究院 中央研究院呢 那更是不合群到了极点 因为他们只属于总统府 我们总统府就不太合群 就不要想着下边合群 所以这也是非常有趣的 合群人怎么当总统呢 你想总统是一个很特殊的人嘛 我讲的意思是这样 大陆叫领导人啊 这个也很有意思 就是他领导别人的 我们总统就是他总来管所有的事情 而现实是研究者思想上变造 这就告诉你现实是你建构出来的 这个这以前在研究法里面就叫 这是一个construct 那个真正的现实你掌握不住 所以你要建构一个东西去掌握现实 那图尔刚才讲的那个范畴什么 就是这样出来的 这些veiklite这种reality 也可以翻成reality 也可以翻成什么 就真实 刚刚翻成实在或者现实 都同一个这种英文 但是在德文的地方 它是叫veiklite 然后刚刚那个法文就叫reality 是复杂的现象呈现 所以那现象复杂到你没办法掌握了 这是他的前提 就像连续不断的彼此相互关联现象的表面 这边有很长的一段 surface of contiguous phenomenon 所以那现象不是你可以掌握的 它不断地在变 你有好多面向 你一时也看不完 当我们将这些真实的初级的存在 就叫design 打算好像从柏拉图来还是哪里来 安排成为个体命运的时候 我们就将这些简单现象事实 找到了个别传人 也好像将其聚集成为结合点 这结合点现在大概在 所谓的网络研究里面 或者什么电脑里面 有这个每个人都是个节点 同样的我们也将直接的眼前的真实 加以思想上的变造 transformation 仿佛是我们可以完全了解的 持续不断的习惯 也仿佛是事物的本然 这事物的本然就是刚刚那个 order of things order of nature nature of things 事物的本质 所以这他们的学哲学观念 都有一个假定有一个事物的本质 或事物的本然 实际上这可以完全是主观的 因为它可以产生有效的认知图像 也可以完全是客观的 在社会犯罪下综合既定的现象 因为客观呢这个词后来又变了 用烂了 所以后来现象学的人就说要相互主观性 或者大陆翻为互为主观性 或者什么主体坚性 就是你可以了解的 我能够讲给你懂 我们两个都能了解 就有一个互为主观性 就不讲客观的 客观好像有一个不依人的存在 而可以有效的 那这边讲到认知只具跟立足点的问题 立足点的 standpoint 或者是你的立场的问题 只有特殊的认知目的的决定 的目的决定了 这个德应该多 这是我自己的翻译 所以有时候有点拗口 决定了出现在当下的 或者体验到的现实 是否要从个别的 或从集体主义加以研究 这两种架构就成为立足点 就你要从哪一个角度去解释它 集体的或者是这个个体的 这跟图友刚才说 你要用什么去看待外在的这个世界 也是一样 到了我现在正在念的 搞了四十年终于念到了 就是Goffman的 Framework Analysis 他说我们看待外在世界 要了解外在 我们用的是不同的frame 框架 那你要用什么框架来看这个事情 你要觉得它是很严肃的框架 还是幽默的框架 你可以看到在选举的时候 大家用到不同的策略 有的策略攻击你 你就说啊 真相是这样 那是假的 然后有的就不恋战 好吧 那是假的就过去了 但是大部分人会知道 以为那是真的 因为第一印象是比第二印象重要的 所以这人只需跟立足点一样 所以什么样的人站在什么立足点上 从哪一个立场来看这个问题 好 那社会跟互动呢 当有一群人基于某一种目的 所以互动是有目的 或基于某种冲动 不是目的就是冲动 目的是外在冲动是内的 而互动的时候社会就存在 所以他强调的是一个社会互动 社会这种存在是因为有互动 没有互动就没有存在 所以就算一群人在一起 在最早的时候说 这群人叫乌合之众 乌合之众就是那群人在一起 并没有做任何互动啊 比如说你看到一群人 如果这群人都要等着上车 那他们有一个目的 那就有互动 上车之前会挤来挤去 然后可能有人会比几下月台 那就影响就大 那如果只是一序上车 乖乖上车 这个基本上是那个序 他们遵守那个序 也是一个互动的结果 就怕乱七八糟 大家用抢的 那就没有序 只要说上去就可以 广义来说 社会只是人际心理的互动 只要不是 他抢到 有时候抢到心理 社会只是指称 一群人互动的时候 所用的名称 所以有一群互动人就有社会 社会不是一个实体 不是具体的 而是个事件 我就不太知道 这个实体跟世界有什么差别 他是一个人命运发展 受到另外一个影响 或影响到另外一个人的函数 就是说 就受到 这反正就是 这函数跟我们所谓的功能 是同样一个字 就受到这个变化 就一个影响到另外一个 所以总而言之 这个叫 Mark Weber曾经说 什么叫社会行动 好像举个例子说 骑车子 如果你骑车子 一个人骑车没有什么 那就不是社会行动 你社会行动 看到你骑车的时候 有一个人在你前面 你怕撞到他 你开始要躲闪的时候 这就是社会行动 你考虑到另外一个人 怕影响到另外一个人 所以社会行动是这样来的 如果你一个人独居深山 不跟人来往 那没有社会可言 那一旦有个登山客 你跟他讲话 你的社会就存在 所以他强调的都是这个互动 这样的方法 然后每一个社会现象或过程 都两个因素 一个是利益 目的跟动机 这个跟Mark Weber的有一段话很像 另外一方是互动的形式 所以这个某种东西是内容 这是形式或方式 透过它内容成为现实 所以有个形式 有个内容要相互配合 才会造成一个真正的社会行动 然后他常常用的这两个德文字 在没有英译本之前 我非常的困扰 因为这个呢 通常被翻成association 这个你去查英文字典 我保证你查不到 再大的英文字典 我保证你都查不到 为什么查不到 因为这是新字 这什么字呢 这是association去掉AS 所以中文翻译当时 有很多问题 就有人认为 有人翻译成社会性 有人翻译成社会化 那这个中国大陆林荣远先生 就翻译成社会化 因为根据德文来讲是社会化 因为gasel shot是社会的意思 加上um就是一个 Ing的意思 动名字形式 然后加上废就变成的意思 就变成社会的 所以是社会化 那社会化在英文里面 跟中文里面有两种意思 特别在英文里 socialization 就是在有一阵子 共产主义当道的时候 把所有东西收归国有 叫做社会化 有的叫做国有化 就叫socialization 所有的私人企业 全部变成国家的 那叫socialization 另外一个呢 不是讲这种的 而是一个人在成长过程里面 学习透过家长 或透过学校 或透过另外一个人 学习了社会的价值规范 然后变成自己生活的指导的时候 这整个过程就叫社会化 后来这个Boudieu 我猜因为他的社会学 不是社会学本科 所以他没有学过社会化 这个概念 这是我猜的 所以他就从哲学里面 借用了arbitus这个字 来代表社会化 类似的意思 我当然也跟人家讲过 有人就觉得不可能 我说过他不是社会学本科的 我自己在学过程里面 发现不是本科社会系的人 他忽略掉了很多本科的传统 所以他也可以介入新的因素 但是社会学那条延续的线 就在他手中断掉 手中断掉以后 你就觉得你学的是社会学 别人就不是 你的经验就跟人家不一样 我觉得这点很重要 因为至少在台湾 那个本科念了四年 你就少人家四年中间 可能的知识 我碰到很多本科 不是念社会学的人 他们讲到社会学 都是在台湾 非常片面的社会学 在台湾很完整的社会学 至少台大的 比较完整的社会学 我是因为一直是念社会系 我很注意这个问题 他们没有注意 就觉得怎么样怎么样 那有的人的无知 后来竟然变成他的知识 这是实在是很可笑的 譬如人认为台湾都没有什么 台大社会系 没有什么社会化 本土化的研究 因为这些外省老师 都只想着回大陆 所以都没有对台湾有任何关心 这讲的合情合理 也符合现在的所有的政治解释 当初国民党来台湾 只想反攻大陆 所以也不想建设台湾 然后社会学 又怕是共产党的同路人 所以就说 纯从逻辑推论 这是非常合理 但是如果你在台湾社会系 我都已经错过了 你知道台湾社会系 在1960年代 我还没开始念书的时候 曾经跟亚洲基金会 申请了一笔钱 做了古亭区的社会调查 叫台北市古亭区之社会调查 有一本小册子 很没有流行就对了 当然我们当然也 作为社会系的老师也很惭愧 就是没有把这个当成细宝 你知道这是根据 1920世纪初期 芝加哥大学所做的 芝加哥的social map 叫社会地图 现在没有这种概念 当初芝加哥大学 就花了时间 去对芝加哥大学附近的地方 做了一个研究 听说芝加哥大学社会系 你一进门就看到那张 原来的社会地图 我们社会系大楼进来 什么是地方你有看到 台湾古亭区社会调查 那个研究报告 因为我们搬家的时候 搬过来 有整理出来 就找到那本书 然后我说 哎呀这本书应该 大大流行一下 把它做一个大的墙 然后就是把那个土放上去 那时候很多照片 我就给同学看 同学来 我说同学你看一下这个照片 老师这哪里大陆 十几年前 但我们都幻想大陆 还是很落后的时候 那时候已经没那么落后 但是很多人没有去过 所以还幻想很落后 1960年代的古亭区 还有牛 你现在去哪里找牛 古亭区哦 现在古亭站那附近哦 有牛哦 有照片 然后那个那马路 有些地方路是水泥土泥巴路哦 1960年代哦 所以说肖总所以是社会化 现在我看大陆人也翻译社会化 好像那个郑作瑜老师也翻译社会化 但是就是要注意这个社会化 不是那个我们从小训练的那种 socialization那个社会化 另外 Geserichkeit也是他常用的 这曾经有人翻译社型或社联 英文翻译sociability 那其实这两个字基本上是同意字了 我后来看到英译者 德文老师也说这两个字其实差别不大 因为他那时候名词还没有统一 常常就是换一些字来讲 就是这种大家在一起很欢乐的状况 一般德文字这个字典可以查得到 就大家在一起然后吃喝玩乐啊 有一个团体啊association就这样 所以这叫sociability 这其实在英文里面就是有社交性 那社交性想到就是party啊 什么这种东西 所以这两个关键字其实也没那么关键啦 在另外一个这里来讲 他说你看啊他界定这个 他说是个人变成一个整体 变成其中实现个人利益的形式 就你加入一个团体嘛 在团体中你怎么样实现个人的利益嘛 这种东西只是说这个形式是有 就你加入那个团体的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这个形式这个字有时候会阻碍你了解 所以人类的利益内容过程中间具体的单位嘛 所以那是一个人跟人交往 可以展现出利益内容跟过程的一个情况 好那另外一个社会圈的交错 这个叫做cross cutting social circles 原来德文也是这样 这后来是一个Peter Blau的书的名字 然后或者有人简称叫group affiliation 你属于哪个团体 你在台大有没有加入什么社团啦 或者你是属于什么样的民间团体啦 就group affiliation啦 那这是角色理论萌芽 第一个他说团体形成基础 有的是贸易原则啊 因为你从事相似的活动跟职业啊 马克思维培是说你加入了教会 为什么要加入教会 因为在美国加入教会你就有credit 人家觉得你是那个教会的人啊 那你一定值得信赖啊 所以这贸易原则 相似的活动跟职业会形成团体 都是某一个商社的人 台湾就有什么狮子会福伦社啊 这些从外来的单位 城市跟当地原则地域上相近啊 血缘关系啦 因缘关系啦 我教社会学员就从这里开始 我们中国人来 很多人都不是只有中国人而已啦 强调血缘关系 血浓于水这句话不是中文啊 这句话是英文啊 然后这因缘关系靠结婚形成 所以就是你在因为血缘关系 你会跟某个人产生一些关系 你就会扮演一些角色 因为婚姻的关系 你会产生一些关系 扮演一些角色 你也有些地位 因为商业活动或职业的关系 你也会有 所以你一个身上带着很多很多的角色在里面 所以你整个人是一个角色组啊 你在上课的时候 你是学生回家你是小孩 或者男孩或女孩 然后中间呢 在回家过程里面 你是消费者 你可能又是乘客 你可能又是怎么样 所以一个社会圈 你就一个人可以 因为你的所隶属的团力不同 可以产生你的独特性 举例来讲 我这个名字可能有重复的 所以名字你讲重复的 那生日呢 生日如果再重复 就太诡异了吧 通常讲生日都不太会重复嘛 那中国在什么身份证字号呢 所以我们通常要辨识 你大概身份证字号 第一个因为政府有意的设计那个号码 所以基本上同名又重复 甚至还同天的可能性几乎是零啦 所以我们不需要很多资料 这个辨识你是不是那个人 不然的话你要辨识很多资料啊 因为你有很多东西可能跟人相同啊 尤其名字是最容易有相同的地方 所以这个要辨识一个人 你可以看到因为他这个就他的独特性 他不是另外一个人 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个 我们现在所谓的个资也是这样 所以你个资不能流露 就是你的身份证号码跟你的生日 那摄影先生教授说 一个人充实的团体就构成一个坐标系统 你跟坐标系统来想 但坐标系统通常只有三个维度而已 那人的那个生活绝对不是只有三个维度而已嘛 因为多重的隶属会产生内在跟外在冲突 这叫角色冲突 内在的叫做角色紧张 同一个角色可以要求你很多事情 因为多重的隶属会产生这个 我刚刚讲内在紧张 就是所谓的角色紧张 road strain 后来有这样的观念 外在紧张就是角色冲突 你同为学生这个角色 所产生的不同的要求 你就会产生road strain 然后你又是绝症 又是爸妈的小孩 你爸妈希望你生病了 希望你去医院照顾 然后这周又要考其中考了 那你怎么办呢 两头都烧 这就是外在的冲突 就是所谓角色冲突 角色冲突是不同的角色之间的 讲自己是同一个角色之间 这会威胁到个人 产生心理讲导致精神崩溃 这是会有的 如果有人不知道 如何处理 特别是你为了家里 你如果没有跟老师讲清楚 有老师很在乎这种事情 他就会觉得你有问题 所以另外呢 以前人隶属在同一个 同心缘的关系中 近代人由于参加不同团体 所以由各种不同团体 在他心中交错 这有点像你学几何的时候 那文式图解 好几个圈 然后你就是中间那个共同点 那这个隶属几个团体 就是几个圈 所以就是要 社会圈的交错就是这样 你就是那个所有圈子里面的人 你的学校 你的职业什么都可以画几个圈 都有交集的 然后你就是中间那个圈 所以这个用比喻的很好比喻 接下来我们跟知识学有关系 就是这个 互相互动的双方相互的认识 互动的双方 每种关系都预设了相互知识 然后发现不同人际关系 所需要的相互知识 很值得探讨的 譬如面对一般人 跟面对特别人物 需要的特别经验 这些关系不对称 双方对对方所知不平等 如果学校也没有给我们什么 不然的话我发一个什么 你们的所有传记 我就知道你们家 到底发生什么事 你们是谁 那你对一般人 跟对特别的人 有的人大家彼此不了解 坐飞机的时候 你不了解他不了解 坐汽车 长途汽车 所以你可以跟他聊事情 反正一辈子不会再见到他 所以很多故事 就在这种长途旅行中碰到 因为那个人不了解你 你可以假装身份 你可以不是你现在的自己 所以很容易啊 虽然电影里面 最后这两个人都发生 情感关系 其实大部分的经验 是不会发生任何关系的 那是诈骗也是最好的时候 诈骗不太好的时候 因为没有信赖基础 所以你几乎骗不到钱 这是一个很奇怪 陌生人 那种陌生的诈骗 是最不容易的 好 现存关系中发展 受到相互逐渐的了解 每一问掉的话 慢慢了解 所以网络上 你输入36个问题 用中文或用英文 36 questions 就会有这个 过度夸大的说法 说你问完这36个问题 两个人就会坠入情网 其实不是坠入情网 就你会有深入了解 那你可以研究一下 那个现存关系发展 受到相互的 为什么那36个问题 有这种效果 这是197几年代 社会心理学家发现 也不是百分之百人都这样 但如果你真的能坦诚地 跟那些人 跟你喜欢的人 或跟你关心的人 谈那36个问题 表示那是你生命中 很重要的这些面向 一方对另一方的心理影响 受到真正实际 跟感情关系的影响 这个是所有人都有的经验 那立场跟知识当中讲过 对某个特殊人员 所有的概念 是因为我们的立场 在说不同 我们在台湾最明显的 就是政治立场 你政治立场 很明显的可以让你知道 你支持谁或反对谁 这是一个 还有片段跟整体的知识 我们绝对没有办法 完全了解另外一个人 这是他的前提 就是那整体现象 是完全不可以掌握的 没有任何人能掌握 所以这里包含了 对于每个思想跟情绪的知识 我们没办法了解 然而我们却从这些 这个是打错的 我们在掌握的片段中来 形述我们对这个人整体影响 所以我们其实日常说 很多是推论的 看到一个人 然后看到他的某些特征 就来推论 像很多人看到我的胡子 特别是大陆的老师 说孙老师晚上喝酒吧 为什么我有胡子 大家要请我喝酒呢 我说我不喝酒 你有胡子你不喝酒 我说奇怪 喝酒跟胡子是什么逻辑关系 所以你们这种人豪放 以前我还留着 留着洛塞湖 虽然留着不漂亮 所以你这种人看起来 就是那种大碗喝酒 大块吃肉的 好爽的北方男人 我想我长这个样 就是北方男人好爽 我笑起来是蛮好爽的 好所以这种差异的产生 不是我们对这种 拥有知识多寡 不是啊 很多人有偏见 跟你知识多寡 没有任何关系 或者你有先入为主的观念 你就喜欢一个人 或者你就不喜欢一个人 这个我读到这段 我对我的生活 帮助非常大 有很多困扰 我因此就解决了 你看内心图像跟谁 每个人人际关系 都会在相对产生一个图像 然后我们看电视也是啊 有些人是什么娴熟型的 你就觉得哇 这个人好娴熟啊 然后这坏女人 你就觉得哇 这个人好坏啊 我常说看他 我都觉得我要配他 催他一下这样 跟相互影响啊 所以有些演员不太喜欢 日常生活被人家碰到 尤其演坏的人 因为你就会被认为是标定坏人 知识跟无知 跟物知 然后我们在面对生活的时候 同时也有知识 无知跟物知 知识的外面就是无知 然后有些知识呢 我们还以为是 其实是错误 是物知 那什么时候是物知 那现在网络谣言就很多 比如说 蜂蜜柠檬 到底对身体有益还是无益 我还是没看那段 整体内心整体跟沟通 其实就简单讲说 我们很多人没有把内心整体的话 全部讲出来 也不可能讲出来 所以常常说 你要说啊 你什么想法 我们很多人都不讲的 日本人 日本人也是啊 你看那连续剧 每次他有想法他都不讲 观众都知道 然后他就这样 被执你 什么都没有 我觉得这是一个 这原来以为是东方特色 发现这很多是这样 所以这个内心整体 在沟通的时候 还谎言呢 说谎者对听众 是隐瞒了自己 私下真正的意见 现代生活中 比以往更加丰富 跟广言 范围很大 别忘了 这是他在19世纪 2世纪初期的时候写的 因此需要别人更多的信任 也因此谎言被以往 造成更多的后果 因为危害到社会的基础 没有错啊 但是因为你不可能参与那么多 你要知道他是谎言 这要花很多时间 当说谎者跟我们越不亲近 谎言越容易被容忍 因为他不是我们这样 所以我们亲近的人 包括我们这个生活在一起的人 如果说谎那是很大的问题 同样的事情 别同样的谎 当说谎者的谎言 没有被揭穿之前 说谎者肯定的 他在智慧上 是比他的对象来优越 而且控制跟压制是想较差的一方 所以那是一个智力上的 你看不起我 所以你骗我 你觉得我承担不起 所以你骗我 很多戏确实也是这样 就是我不告诉你 是保护你 那为什么我需要你保护 爸爸妈妈是为了你好 这个在我最近读的 Golf 里面都有 这叫Parental Fabrication 身为家长 他会告诉你说 这为你好是不告诉你 医生也告诉你 为你好是不告诉你 比你真相 现在当然不能这样 尽管谎言会摧毁一个既定关系 仍然是人际关系中重要的一部分 他经常借着秘密跟隐藏 达成其目的 秘密就是外显世界之外的第二世界 秘密通常就不是你看到那个世界 是我看到那个世界 我看到两个世界 我要骗你的人 我隐藏秘密人 但你只看到一个世界 我们现在因为有了密码 什么的 所以我们很多人都有两个世界 包括说 我已经看完 而且同意 你只有同意 赶快跳下来 你绝对没看完 这所有人都杀过的谎 设计这个就让所有人 没有一个人可以诚实地说 我什么都看完了 所以我才签同意的 那个电视里面那个Sheldon 可能他唯一是有的情况 其他人大家也不可能 秘密在人跟之间 但是大家的一个屏障 确实也撞造了一个引诱 让人家打破这个屏障 例如说利用谣言跟忏悔 还有时候如果你进到一个地方 两人在讲话 看你进来才不讲话 你会觉得被排挤啊 如果那孩子号称是你的好朋友 刚刚你们在讲什么 刚刚在讲什么 没有啊 那你就更觉得更被排挤 明明听到你们两人在讲东西 我这没听清楚 你怎么就不告诉我呢 你这个大家都有的经验嘛 所以你希望说啊 干嘛你们两人现在开始来电 要对付我啦 那秘密跟个别话 个别话程度越高 秘密就越重要 秘密体现了并且增强了个别话 我们现在对很多人秘密是比较尊重 因为隐私权的关系 但是有些人是基本上不尊重人的隐私权 在家庭里面通常爸妈 尤其妈妈觉得自己有翻自己女儿的抽屉的权利啊 有上你网站的权利啊 有看你电脑的权利啊 有的爸妈开明一点不会啊 那有的不是开明爸妈 而是技术比较差的爸妈 他也不会啊 对啊 他不是不想啊 我就也是碰到一个爸妈 一个妈妈说 说我现在很困扰 我发现我女儿在谈恋 我说你困扰什么 第一她没告诉我 我说没告诉你 就不想让你知道啊 这句话是同于反复嘛 这其实有什么好说的 可是我知道了 我说你怎么知道的啊 他就那天他在洗澡嘛 我就把衣服拿给他 结果没想到他电脑没关啊 我就坐在那看啊 我怎么能看他呢 他电脑没关啊 他在洗澡啊 说我是他妈呀 这是什么地方 我说这个问题 每一句都是问 他在洗澡为什么你就可以看 电脑没关为什么你就可以看 然后你是他妈 为什么你就可以看 他说老师你在哪边 我说站在隐私权这边 我说现在时代已经不一样 你还这样 难怪你女儿不愿意告诉你任何事情 我说从今天以后 你女儿的电脑可能还会上诉 那你怎么知道 我就是今天就打不开了 我说他就是不想让你知道 你不能尊重他嘛 我要保护我女儿 我不保护他年轻 我怕他上单 我怕他交错朋友 我交错也是交学费啊 万一他被人家怎么怎么样 我说万一那也是他的命啊 说老师你讲这风凉话 因为他不是你女儿 我这只好住嘴了 我还怎么办呢 对不对 已经讲到这个份上了 我还怎么办 我挖了坑自己就跳进去了嘛 很惨啊 关我什么事啊 最后就是人类经验的基本范畴 第一个叫社会 这跟脱油干什么差别 对不对 他们两个竟然不认识 第二是客观文化 我们的这个 常常因为客观文化 那客观文化是讲物 这个在别的地方有 我们就以后再说了 有机会的话 或者你去看我讲其他面 第三个是所谓的个人人格 所以呢 看似乎跟你人格有关 这是所谓 包括你觉得你是什么 还有就是人类的问题 这个就比 某种程度有跟这个社会 看似怎么样区分 这只是一个角柱里面写的 也不知道处处在哪里 那这个部分就这样 有这个地方 有这么多的 你明白人家 在我这非常速度 更多的 在那边 乱下来 喝一杯 然后 喝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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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